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开始 今天上午的议程由县府地震处观光处工作报告及业务探讨 首先请地震处陈处长上台工作报告 大会主席张副议长 赖秘书长 各位议员女士先生 媒体先进 本府观光处彭处长 以及与会各级主管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新同会会第十八届 第四次定期大会 重会很荣幸再次与会 向大会报告地震处业务执行情形 在工作报告之前 原力介绍地震团队的工作伙伴 首先介绍地震处副处长林辉雄先生 花莲所主任游立生先生 凤林所主任刘景莲女士 玉里所主任燕晓明女士 地震处第几科郑正荣科长 地家科林瑞斌科长 地全科 翁秀梅科长 地用科 张德谦科长 重化科 刘洪邦科长 以及议会联络人 黄口家专员 测量科 刘彦秀科长 地震处的业务 在工作报告表第277页到289页 地震处总共分为6个科 首先报告地级科 地级以及资讯管理的业务 重点工作归纳为5项 首先是督导各地震事务所加强办理 辨民服务的措施 力求简化作业流程 强化单一窗口的功能 而且自104年5月1号开始 与全国各县市 共同推办土地登记副葬 以及测量案件 代收代记的服务 那么也就是说其他县市的土地登记案件 可以由本县来收件 然后寄送到全国各地 减少民众申办案件往返两地奔波 那么从104年的6月22号开始 完成花莲县县内16项的土地登记案件 跨所登记的服务 那近期内政部的地震师 也在推办及时通的服务 也就是从今年的11月1号开始 土地所有权人 可以向各地震事务所申请 当土地有买卖 也要全设定信托等等 一些重要的异动的时候 那么会以这个手机或者是 以email的方式来通知土地所有权人 那么各地震书所也加强报复服务 以及这个书状能够邮寄到家 其次就地震资讯效能的提升 以及资讯安全部分 本县与其他各县市合作开发 全国地震电子台本系统 以及电传资讯系统 民众可以透过网际网路 上网查阅各行政机关 也可以透过网路来查阅地籍资料 那么从105年4月1号到8月31日为止 总共查询电子地籍资料134713张 请领电子台本149296张 就维护地籍资料的正确性 在工作报告表的第三项 跟第四小项 对于现行的地籍资料 依据地籍清理条例 以及内政部所订定的清理实施计划 以及土地法73条之一 进行地籍清理作业 和预期未办继承登记的管理作业 以健全地籍促进土地利用 执行情形请参阅 书面资料278到279页 第几科第五项重点工作 是在维护不动产交易安全 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到今年8月31日 本县合法地政市136人 不动产经济业120加 本处将加强地政市 以及不动产经济业的管理 辅导本县不动产服务业 执行业务取缔 非法违规职业行为 维护不动产交易次序 地政处地价科地价管理业务 归难为四项说明 第一项是办理106年度的 公告土地限制作业 本项作业依照内政部的 作业指导原则在民国105年 达到市价的90% 那今年度呢 持续由各地政书所调查 买卖实力当中 第二项是办理都市计划 都市地区地价指数的查价作业 本项作业从民国80年 就依据内政部所定班的都市地区 地价指数查边要点规定 选定都市计划的住宅区 商业区以及工业区的中价位区段 进行查价作业 那每年分两期 承报内政部提供 内政部在每年的1月15 跟7月15 定期发布地价指数 第三项重点工作是 办理不动产实价登陆 不动产实价登陆制度 全国同步至101年8月1号施行 凡是买卖案件 或者经由不动产 仲介业签订的租赁契约 或者预售屋委托代销业者的代销案件 都必须在一定的期间内 向地政事务所申报 登陆买卖的实价 或者是登陆租赁的实价 在4月1号到8月31日 受理实价登陆案件 总共2064件 第四项重点工作是 协助虚地机关 办理公共设施的土地征收 以及协议架构 在这段时间 总共办理土地征收案 案名是东部铁路快捷化 以及台九县拓宽工程 以及鲤鱼潭管理站管理中心的新建工程 以及县道193县南滨到花莲大桥 道路的拓宽工程 水利工程方面是协助第九核专局 办理花莲西平林提断防灾减灾工程 也协助花莲市工所 针对的华东部落的撤销征收 以及废止征收 那么积极跟花莲市工所联系 那么花莲市工所对于内政部 所要求的制作 废止以及撤销征收的相关突击 那么县府会积极来予以协助 再来报告地权科地权管理业务 本科业务主要归纳为两大项 第一项是现有耕地的管理 全线现有耕地总共835笔 面积254公顷 工作的重点是租约管理 以及清理列管 已经放租放领以外 被占用的现有耕地 请各工地的管理 使用单位来办理拨用 那或者协助占用户 那么收取占用的使用费 那第二项业务呢 是协助各虚地机关 因为公共工程或者是公务拨用 公有土地总共66笔建物一栋 以促进地方的建设发展 以上办理情形请参阅书面资料 283页 地用科地用管理业务 重点工作也归纳为两大项 第一项呢 在办理非都市土地 使用编定以及管制方面 是配合内政部营建署 国土利用监测计划的变异点 网络通报查报系统 以及本府处理非都市土地 违反使用管制案件 全责划分以及作业程序 查核土地之违规行为 以促进土地合理利用 以及土地资源之保育 第二项呢 是依据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 核定的事业计划 办理非都市土地 使用地类别 变更编定 从4月到8月 总共办理226笔 面积约19公顷 那么关于违反区域计划法 裁法的案件 总共10件 那么在玉里刺客山国有邻地 解编以后 协助现使用户 耕作户 取得国有耕地的承租权 那本案总共 解编的时候 总共有684笔土地 那么截至目前为止 已经订定租约的达到 338笔 通知订约的有75笔 那也就是 如果以 解编当时的684笔 来计算的话 那么 已经达成 签订租约的比例 有达到60% 那相关的 书面资料请参阅 284页到285页 地用科第二项的重点工作是督导各 乡镇公所办理 私有根地375租约的审核管理 那本项租约呢 本县的租约总共 227件 电户的 电容的户数 237户 订约面积 约144公顷 在这段时间 经由玉里真公所提报 耕地 调除的案件 总共有一件 因为陈租人不自认耕作 那地主 申请 终止租约 经 本府的耕地租电委员会 调除 成立 终止租约 那么由 租租人 补偿陈租人 相关的费用 那么 地震处 重画科 这段时间的重点工作 归纳为两大项 那首先是办理 花莲县 第八起 市地重画 那位置呢 是在 玉里 市场 南侧地区 面积大约是 0.2642公顷 办理的 期程呢 是从 103年的 7月到 106年 6月 重画费用 约新台币 350万 6千元 是向平均地权基金 电界 重画后负担的比例呢 是37.5 那现阶段呢 在土地 重画以后 的分配 公告 完成 那公告期间 部分土地所有全人提出异议 现在 正依照相关的规定 来办理 调除当中 第二项是办理 早期 农地 重画 农水路 更新 改善 工程 那本期是办理 木瓜西 第四期 早期 农水路 更新 改善 工程 那么这个 重画区呢 是民国 52年 办理 完成 早年 办理 重画的时候 田间的 农路 仅为 3公尺 到 3.8公尺 那因为农业生产环境的边迁 为了适应现代农业经营的需要 予以拓宽 4到5公尺 而且将 并行的 排水路 以及构造物 一并改善 本年度办理 约20公顷 合计 改善的经费 506万 由农委会 补助 85% 本府配合 15% 本项 工程呢 在7月5号 完成招标 8月2号 开工 预计于 11月29日 完工 最后报告 地震处测量科土地 测量管理业务 归纳为5大项 说明 第一项是 督导各地震书所办理地极图重测 105年度地极图重测实际办理的笔数7824笔 面积2751公顷 花莲所 凤林所在105年9月28号 玉旅所在10月26日起公告重测的成果30天 并通知土地所有权人 第二项呢 是协助财政处地权科办理公有土地的清查 勘查以落实公有土地管理 那以及协助非都市土地违规案件勘查以落实非都市土地的管制 第三项呢 是图形整合计划 督导花莲地震书所办理都市计划内 图解树化地极图整合建制 以及都市计划地形图靠叠计划 办理的笔数是8733笔 面积194公顷 办理的效益是完成之后呢 可以纳入这个复葬整合系统 以整合系统来办理测量 而且提供给建设单位 作为地级图资查询的一个相关的资料 那第四项呢 是依照都市计划以及通盘检讨 或者是都市计划的个案变更 来办理都市计划专位的测定 那也包含本府重大的建设 地级图等等需要办理庄位测定 那请参阅第288页 总共有8案 那最后是协助测量科办理 吉安乡木瓜西早期农地重化区 农水路改善工程规划前的现况测量 总共测量面积22公顷 以利于农水路工程的顺利推展 以上是地震处重点工作报告 地震处在全体同仁群策群力 齐心努力之下 业务得以顺利推展 很感谢县议会各位议员 对于地震业务的支持 协助与民众的沟通 地震业务有待 努力与改进之处 恳请各位议员不令指正与建议 最后祝各位议员 正功慷慨万事如意 大会圆满成功 谢谢 张副议长 赖秘书长 各位议员 以及现场的媒体先进 本府地震处 陈处长及地震处同仁 以及各位现场的朋友 大家好 现在由观光处办理 第四次定情大会 从105年4月1号 到105年8月31号的工作报告 在报告之前 首先自我介绍 我是观光处副处长 代理处长 彭伟族 并向各位介绍 观光处的工作同仁 首先是专员 林佳玲 第二位是企划科科长 张君寨 接下来是 行销科科长 林佳昌 接下来是工商科 代理科长 陈建伟 接下来是产业科 因为科长 陈永南 因公出差 参加旅宿业的旅展 所以今天由资深的科长 丘景川 资深的科员 丘景川 代理 接下来是我们资讯科的代理科长 陈映环 接下来是发展科的科长 杨慧如 现在由我来做工作报告 首先是观光处企划科的业务 在观光企划的部分 我们首先推动 赤科三 六十弹三缆车 目前这个计划 在可行性评估的阶段 获得行政院 及财政部出餐师的同意 补助495万元 委托办理可行性评估 那非常感谢大会建设小组 及各位议员 及在地的议员 在10月27日 共同到六十弹三来做旅刊 那目前在可行性评估的阶段 定案后将更续办理可行性的规划 在李一潭空中缆车的部分 这个部分也获得花冬基金的 议助行政院及财政部出餐师的同意 补助495万元 办理可行性的评估 及先期规划 目前评估的方向 共有四个方案 第一个就是由自学火车站 经李一潭 李一山至潭北 那第二个方案是自学火车站 自李一山到潭南 那第三个方案是 经由潭南 经由池南 然后到哈伦的工作站 第四个方案是 潭北至潭南的湖上 观光缆车四个方案 目前呢 做可行性评估的阶段 那定案后将更续办理 先行规划 在国际包机讲述部分 那这个部分呢 经过花冬基金的争取 已经有获得 观光局的同意 以列入A2案来支持 那目前是矿列250万元 那在本年度 这个工作期间 已经有 目前有十台 那个香港到花莲的包机 陆续完成 那接下来在12月6号 也有陆续 将要由香港 直飞花莲的班机会起航 那在 哇 讲助旅游的部分 我们昨天到行政院 开国花会 有争取开花 开会 那经过讨论 也获得交通部 观光局的支持 目前 有6880万的 列入A2的方案 目前等会议记录 下来以后 再跟观光局做讨论 衔接的工作 离谈水域整体规划的部分 这个部分在 元月30号 已经含请 众管处将本案的纳入 该处 目前正在进行的 可信性评估方案里面 那 目前该众管处 已经委托 一个工程顾问公司 来办可信性评估 以及先期规划 那离谈的水舞 以及整个环谈设施的 整体规划 我们 经过联络 都有纳入 在这个整个 众管处推动的方案里面 众谷小果车计划 那我们经过跟 国花会联络以后 国花会认为这个方案 必须先争取到 众管处的支持 那我们跟众管处 经过联络 目前众管处 正在推动 凤林 曼城 意向的计划 那我们觉得 这个计划 跟曼城的计划 非常的相似 所以目前 也跟众管处 在合作 研议 将这个 这本案 能够纳入 整个 凤林曼城计划 之中 来推动 观光重大 投资新建的部分 目前有十个案件 进入在列馆当中 其中有三个案件 目前正在做 环境影响评估的计划 另外两件 分别进行 水土保持开工 及办理开工的阶段 推动花莲运动观光园区计划 这个用地 计划用地 是在凤林环科旁边的 国有土地 那目前在 花通基金里面 列为一类 那我们也将 依照国家会的审查意见 将花莲县 各体育场 场馆活化的情形 呈报到 教育部 那目前由教育部 在审核当中 花莲市 公共自行车 租赁系统的建制 那我们向 环保署 争取到420万的经费 来做可行性 民估及先期规划 目前已经在 其中报告审查阶段 开创多元观光愿景 穆斯林 环境 专题讲座部分 那我们在 4月13号 办理 这个讲座 那我们最主要 就是 着眼于目前 因应目前新的观光局势 然后我们要开拓 一个新的旅游市场 做准备 本处是以抛装影域的方式 来办理人员培训 希望能够带动 我们有接待不同领域观光 人才的接待能力 在办理 2016 相映像花莲摄影比赛的部分 这个活动的目的 最主要是为了记录 本县 自然 以人文之美 及精彩的节庆活动 来办理摄影比赛 那目前 这个 这个方案 也在推动当中 105年 花莲 RUG 花莲 住宿 优惠 手册的印制 那这个最主要是 用来 刺激 我们花莲 到花莲来深度旅游 我们 这个部分 我们联络了 我们花莲所有的伴手离业者 旅宿业者 以及相关的接驳车的业者 我们定制了一个 优惠折扣的 一个名单 名册 那全部在这个 这个手册里面 我们希望分送给所有到花莲的旅客呢 都能够 在我们花莲 除了 旅游以外 也能够享受到花莲优惠的折扣 来刺激消费 在观光产业 产业科的部分 风景区的管理 其中自行车 两坛自行车道 因为受到风灾影响 所以除了立即抢修以外 部分路段 目前均已清理完成 那海提的施工 我们工程的部分 要陆续 要等到 这个九二局的海提施工以后 我们会陆续清理 整个 两坛自行车道的使用 观光旅馆业及民宿管理部分 在105年8月31日为止 我们花莲县内 合法旅馆的登记家数有149家 总房间数是7527家 民宿的部分 登记合法民宿有1645家 总房间数是6320家 在查器的部分 旅馆业的查器 分别在这段时间 我们查器的85家4 平均是二分之一 执行力是二分之一 那执行民宿机查部分 我们有154家4 执行力约十分之一 违规行政罚款的部分 目前罚款金额累计是549万 在观光游乐业的辅导管理部分 我们县内登记立案的观光游乐设施 有两家 目前经按规定接受 交通部观光局的定期检查 温泉标章的使用 与管理部分 目前我们花莲县内 申请温泉标章的业者 共有19家 比上个会期增加4家 在观光行销业务部分 我们首先办理观光大型的活动 包括在今年7月9号到16号 连续8天 在花莲市办理2016 夏令嘉年华的活动 第二个 在7月2号到8月14号 在鲤鱼潭办理2016 红面鸭放暑假的活动 那这个呢 并且有推出全台唯一的 山水石敬秀 以及成功的吸引70万人次 我们今年的ROG 也配合空军四东腰基地 庆祝空军节的活动 我们来扩大办理 因为在这段时间 我们成功的吸引 喜好飞翔以摄影的军事民 到花莲来做观光旅游 那并且我们也赠送 在所有的据点 赠送花莲的观光护照 让他们在度假的时候 也能够享受花莲的折扣优惠 7月8号到7月13号 我们办理了2016海峡两岸 精英领袖营的活动 吸引了将近800位 两岸学子参加我们花莲的活动 让青年学子能够深度的认识花莲 启发青年学子对花莲观光建设 以及对本县观光产业的发展的了解 配合观光局办理自行车节的活动 在11月份我们预定 在今年11月份 我们也将推出 2016台湾自行车节 也齐去花莲玩的活动 这个活动我们预定办理的地点 是在我们的北冰公园 希望能够营造 亲子旅游的一个环境 为促进国际观光 那我们也配合日本沿首县 圣钢山市 圣钢市所率领的圣钢山车 来花莲访问 我们预计在11月26号 办理2016花莲温泉观光季活动 日本圣钢山车在花莲 希望并以花莲所有观光业者 及企业及各单位来进行交流 希望打响花莲温泉季的一个旅游热潮 并且带动旅游双叶的商机 12月31号到明年1月1号 我们在六期重画区 也预计联系两天办理太平洋观光节的一个 跨年活动 将邀请知名的歌者来共享盛举 在寒冬之间来促进我们观光业的一个高潮 观光行销部分 我们也透过编印各类的行销文件 透过平面电子媒体及网络来带动暑假观光人潮 在拓展国内外观光市场部分 县府持续结合本地的业者 能够参加2016台北春季旅展 2016的高雄旅展 还有台北国际观光博览会 还有刚刚结束的台北国际旅展ITF 那今年呢我们也参加香港旅展 上海旅展 韩国旅展 新加坡旅展 日本旅展 我们希望能够争取大陆市场以外 更多元的国际观光客到花莲来 在志工的培训 目前我们在培训部分花莲 我们观光处共拥有101位的观光大使 在今年的4月份到8月份之间 我们陆续办理了6次的志工培训 及研习并非常注意志工的福利 以及志工的学习跟平常服务的训练 在强化旅游咨询服务部分 我们在花莲火车站及航空站 均设有门户型的旅游服务中心 我们配备英日语的服务人员 提供游客的咨询 那目前到8月底 一共有13万3000多人 及游客接受我们的服务 在借问站的部分 目前我们有7个正式的借问站 那明年我们将陆续推动 这个扩展我们借问站的服务的点 在观光发展的部分 104年苏热底台风及杜尖台风 造成本府辖区的七星潭风景区 及两栏自行车道 部分公共设施损毁 那分别在9月及11月 我们申请的 去年11月及9月11月申请的 灾害修复金 共有2000万元 其中吉安乡自行车道海迪 已经在3月份陆续完工 七星潭海迪的部分 也将在陆续申请完工 至于本年度 近两次造成台风 造成化人段 及四八高地下方 海迪路段的车道损毁 非常严重 那我们经接下 九合局以及林务局以后 那因为牵涉到海迪的施工 我们将是这个九合局的海迪 附建以后 我们再来做 那个海迪上面的 那个自行车道的附建 那以目前来讲 我们则以替代道路来使用 并做充分的标示 引导那个两栏自行车道 骑生者做安全的通路 在交通部观光局 争取游戏祭典 加持特色的部分 我们争取到的是 花莲县封兵新机隧道 天空战道营造工程 目前已经在申报 完工在验收当中 那今年度我们又有申请到三案 包括 护理箱 这个卓西轮天 部落修气道路的建设 以及护理箱多元族群 即观光聚所 这些目前均由建设处 以及护理箱工所 分别执行当中 那还有建设处 有一个193太平洋公园 修气设施的施工 也目前由建设处 在执行当中 那花东基金的部分 我们争取 花莲市日出观光香榭大道 整体景观工程 我们本年度呢 有先争取到 358万元的先期规划 那预计在 今年年底 也将做工程上的发包 在工商管理的辅导部分 我们依据一规定 持续服务民众 办理商业登记 本年度在这段期间 商业登记共有458件 变更登记264件 持续推动商品标示的宣导 以及抽查工作 既有957件 对于不合格的 以及我们停止贩售 并保障消费者权益 并且定期配合商品的宣导 共有13场次 对于七大行业的 稽查部分 本年度在这段时间 共稽查245加次 其中财阀9加次 限期改善42加次 并且持续针对列管的加速 再加强稽查 我们也接受中央政府委托办理 公平交易法业务 并提供行政资源及 查办的案件 提供消费者保护业务 并办理消费者的咨询服务 及教育宣导申诉案件等 一共152件 受理加油站 设立申请登记27件 本县辖区内设立了加油站 共有73加 我们查核了40站 办理电器成装业 电器技术人员 用电设备检验等 维护登记的工作 办理瓦斯重量查核 查核液化石油器 分装业务及零售业务 共28加 我们查核了266桶瓦斯 东大门夜市的管理 目前我们还在持续 公共区域的整理整顿的工作 零售市场的管理 那我们也跟乡镇公所 来办理配合 监督的业务 及执行协调的工作 十一品标价管理 及自治条例的推动 辅导本县十一品厂 进行标价的工作 查核及抽查 共抽查了60件 目前都合格 工业辅导管理的部分 我们接续持续办理 工厂并更登记 共有8件 那临时工厂有2件 那在工厂管理辅导法的部分 目前接受我们辅导 并办理临时工厂登记的 受理申请有26加 审核通过有7加 那我们会逐步的辅导 一直到109年6月2日前 希望他们能够朝 合法化的方式 来办法工厂登记 在工商服务的部分 我们协助调查 105年3月到7月 设立的公司 共有90家 资本额 登记的资本额 共2亿1千余万元 在产业辅导创新的部分 我们持续推动 地方产业创新研发的 推动计划 也就是地方型的SVIR 总共经费是1千余万元 那本次受理有27件 经过评选以后 陆续目前呢 正将这个计划 含报经济部 而且办理结案 并通过的厂商 将持续拨付这个款项 在资讯推动的部分 我们持续建制 iTaiwan的这个热点 WiFi热点 目前在全线共建立了 510个热点 那我们将持续 再继续推动300个热点 每年有推动100个热点 来让我们花莲 进入一个智慧城市 的使用便利性 在强化资安的部分 105年4月份 我们办理了 这个防范 恶意电子邮件的 社交工程的部分 我们抽测了 整个本府的相关单位 目前均合格 对于不合格的人数 我们将进行 一个小时的训练 目前有70几位 不合格 那我们都已经完成 一个小时的 治安训练工作 在推动 为了达到 公文扫子化的政策 我们持续推动 公文线上签合的工作 截至105年8月底 全线整体平均 在线上签合率为 64.1% 对于提升行政效率 有相当的注意 以上是观光处 的工作报告 谢谢各位议员的支持 那即鞭策 我们将持续为花莲 来尽一份心力 谢谢大家 敬大家身体健康 家庭美满 谢谢 谢谢观光处 彭处长的工作报告 下个一层意见交换 现在休息10分钟 拜托 教练 谢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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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息时间结束 同仁先进还有今天委会的记者先民是大家早 那本期首先针对我们观光旅游处的部分 那在我们旅游处里面所呈现出来的工作报告里面 那本期也没有看到我们的观看 那里面的提出 我想这部分是有比较欠缺一点 那请我们 旅游处里面所呈现出来的观看 事与事业案里面事与事业案里面有七件 本期要了解就是说这七件它的名称还有它的地点是在哪里 我想也请我们处长可以提供那还有第三点 提到說我們東大門有400攤的一個攤位 我想文字上寫400攤 那為什麼我們審計是 只有提到我們東大門只有2攤是合法而已 其他的398是怎麼計算出來的 我想請處長給我一個資料 那接著我們地震處 我想齁 應該處長你有感受到齁 我們公告地價的調高齁 3年才調整一次 那我們政府可能是想說每年調高 可能我們百姓的感官不好 所以就把它改為3年調一次 一次到位 等於說要3年炒一次就好了 不要每年都來再炒這個調高 那個公告地價的問題齁 我想齁 政府的存在是要 保護我們的百姓 讓我們的百姓有感 那你不是啊 你一次調那麼高 調到百分之30幾 那房間呢 景氣又不好 收入又沒有增加 只有稅收增加而已啦 小的稅要增加 因為你公告地價一調高 當然是有土地的人他要面對公告地價調高 那承租國有地的部分 承租我們現有地的部分 也一樣跟著調高 什麼都漲 只有薪池沒漲 我想這部分齁 再往後我們如果 有適度要調高的部分齁 我想來請處長齁苦民所苦齁 不要一次調到定位 中央 北部他們的稅收桌 他們土地價值高 收入也多 那麼花蓮縣一個三 那麼那麼平法的那 經濟那麼來源 來的那麼差的一個縣市 你一次跟中央一次到位 我想這個是很不公平的 然後這個請我們處長齁 再有如果 最好是不要調啦齁 如果是適度要調高的話 也要苦民所苦齁 要讓百姓有感受到齁 來啊那第二點齁 因為之前本席也有提到齁 我們花蓮縣好山好水 那一個民宿的一個林歷非常多 尤其是農舍的部分 那為什麼會蓋了那麼多的農舍 就是地方上有這個需求嘛 那據我了解 在我們吉安鄉的兩個都市計畫區以內 我們早期編定的建地的部分 他的使用力已經達到百分之八九十了 那是不是地方上百姓有這個需求 我們公務部門是不是要未以籌繆 制度的放寬一些建地出來 讓我們百姓能可以充分使用嘛 他們有需要 我們政府單位 沒有辦法滿足他們 當然我就找農地來蓋了啊 不是找農地來蓋農舍啊 我想齁這部分還是希望我們 陳處長我們橫向聯繫一下 我們的建設處橫向聯繫一下 把地方的需求 我們盡量可以讓他們有一個充分一個土地來使用 以上這兩點齁 還請我們處長 還有剛才三點還請我們 剛剛理由處處長齁我們共同來研議 謝謝 請各位議員踴躍發言 李博士議員 這個謝謝副議長齁 嗯 今天有幾個議題想跟兩個處事齁來做討論 首先是今天的報紙不曉得我們地震處長看過了沒有齁 這個 這是聯合報跟這個中國時報今天其實最大的頭版頭條新聞 就是 因為漲過頭所以宜蘭縣的地價稅史無前例重頻齁 因為他們農地大漲了237%民意反彈 所以他們現場認錯 所以呢務客的稅也要退啊 那我就想這個很多這個我們議員齁 甚至很多的選民都在關心地價稅的問題齁 那既然宜蘭縣願意來重新評議這樣的一個問題的時候 花蓮縣有沒有可能有這樣的空間 也請地震處去跟縣長來報告 有一些地方其實不該漲的地方齁 是不是也可以來重新評議 我想齁有些區域的這個漲幅其實真的是不合理啦 就像那個上一次好幾位議員在 市政報告的時候呢跟這個 呃跟現場意見交換的時候也是有提到這樣的問題喔 那我想這個部分是不是請地震處這邊呢 轉答一下這個我們的意見 另外呢我上一次跟民震處報告的時候 他有跟他們商量溝通喔 就是說原住民在恢復原住民圓民的時候 圓民的時候他所有公家的證件 包括了健保卡包括了駕照 包括所有的土地成本房屋成本 都可以在互證事務所一條龍全部都辦好 那我不曉得這個同時變更的這個程序 地震處有沒有辦法去跟互證事務所一起來配合 他只要恢復他原住民的姓名的時候 該改變的這個所有的證件的部分 包括成本的部分 可不可以直接在互證事務所一次處理完 因為我們現在鼓勵喔原住民恢復原民 這個是一個就是因為很多人覺得 喔我恢復原住民名字好麻煩喔 麻煩的不得了 因為像桃園市 或者是新北齁都有齁 那另外呢98年到現在 本習非常關心這個華東部落土地的問題 你們也知道 從頭到尾包括了都市計畫變更 然後跟謝先生 社縣長爭取了這個幾百萬的經費 那到現在為止已經很多人 已經拿到了所謂的原住民 這個權狀的問題齁 可是現在卡在一個問題啦 我們在討論嘛 就是三次我有跟這個處長來 一件交換就是說 包林市公所算因為地政司要求他要補證 可是補證的狀況下這個廢止徵收 跟這個撤銷徵收的部分要一起來做 他本來答應我是說 前兩天應該是把套圖的部分 請你們這邊都配合趕快處理 可是好像你們這裡有出了一些狀況就是說 配決套圖很難套 非常難套 所以你自己在套的時候呢 你都有遇到問題了 何況是花蓮市公所 你們那麼專業都會遇到問題 何況是他們喔 所以這大概這幾個問題齁 想跟地政處來做 這個 做討論齁 那另外呢 這個官網理務處的部分齁 剛剛這個處長在報告的時候說 我們花蓮縣全縣有19家的 已經給了這個溫泉標章嘛齁 那這個溫泉標章 那全縣到底有幾家合法的溫泉業者 到現在有沒有一個統計的數據 那另外這個這些合法的頭 這個業者裡面 因為你現在要辦那個什麼 遊行啊 我覺得那個非常好啊 其實越辦越多這樣的活動 其實可以吸引很多人的目光 因為在11月底的時候 剛好是變冷的時候 我覺得這個活動很好 可是這個溫泉業者的量 然後又不起的部分 有的很好啊 這個很頂級非常好 像潘醫院的那個溫泉就很頂級嘛 很好這樣 那可是有一些真的是 環境髒亂啊 可是它也是合法的啊 可是你這個時候 你要不要把這些溫泉來分層次 因為你知道嗎 消費者本來就是這樣子嘛 當你付出比較多的時候 你當然比較好享受啊 所以你有沒有辦法分級 像遊客我來到花蓮層的時候 我要做選擇 我有多少錢 我就住多少的這個 享受怎樣的飯店 溫泉的這個品質 所以在這個控管的部分 你們有沒有做分級制 讓遊客 去自己去選擇他想要的一些層次 那你在這分門別類的時候 要有一個非常清楚的DM 甚至網路你要給他看嘛 你就要求業者提供照片 或是你們去拍運 你知道有時候 像西部很多的這個觀光業者 光是民宿就很多的糾紛 為什麼 因為那個網路上面拍得很漂亮 結果去的時候跟鬼屋一樣 欸這個 一旦上了電視之後 其實對花蓮的觀光形象 會產生非常大的影響欸 我覺得這是要注意的啦 那另外就是 李玉潭是公共財喔 你剛剛說你們鐵了業界 因為那個是屬於重碗處 所以呢你們就被中央這個打回去 但是李玉潭裡面有很多的設施 就是也是我們出的錢啊 那我現在有一個問題喔 你知道現在很多年輕人 都會自己買那無動力行駛的 那個獨木舟啊 現在是家庭最流行的 他們可能在花蓮溪的出海口 就是那邊滑了 親子共滑 那其實最安全的地方在哪裡 在鯉魚潭 可是鯉魚潭連一個 公共的碼頭都沒有啊 業者他就在這個北邊嘛 應該是 潭的就是靠近這個商店街的這一邊 這都是業者 那我們不要跟業者搶 那體重的部分 他的碼頭都鎖起來的 我們其實有那麼多的 我們很多的鄉親 甚至很多外縣市的那個 他有獨木舟的人 他來到花蓮壽才想去旅潭啊 那他沒有碼頭可以下去 然後呢 眾管處也很蠻憨 為什麼呢 他竟然要叫這個 自己自己喔 自己要去華的人 你要填一個表格 當你看他的表格你會笑死啊 他就問你說你的營利事業登記證是多少 然後呢就跟你講說 欸那你的專業的教練有沒有 他的要求非常的奇怪 其實對於很多喜歡滑獨木舟的這些朋友來講 年輕朋友來講 他就覺得非常繁瑣 我早上五點要去滑的時候 你工作人員八點上班 那我去跟誰倒背啊 所以這個東西要去跟政管處反應啊 要與時俱進啊 那還有就是 花蓮是一個海洋的 周圍都是海洋 我們對於海洋的觀光油氣 除了去賞金之外 除了去海調之外 你有沒有什麼未來的政策 因為這個未來的政策其實很重要啊 其實你可以多方面去發掘 跟海有關的 青海有關的這些旅遊 像岩寮漁港 現在所有的沙都往北了 那他很多那個碼頭 應該是說 你有沒有去過那岩寮漁港現在 他北邊的都是沙壁很漂亮的沙灘啊 他是一個很好油氣的地方啊 激奇的沙他已經不在激奇海水浴場了 激奇海水浴場現在根本沒辦法下去 他現在沙全部往北吹因為台風的關係 那這個怎麼樣調整 雖然這是東莞處的問題 但是這個 這個沿線台11線全部是花蓮線耶 所以我們是一個海洋的民族 我們是一個海洋的 面對海洋的一個城市 你怎麼樣去發展青海的觀光 你們是不是找人家去討論一下 那今天我看報紙齁 就是說這個東辦的執行長 他提出自立門戶的概念 其實他今天提出來已經完了啦 我們在前幾年都已經不斷的呼籲 花蓮其實是一個很值得深度旅遊的地方 那深度旅遊的城市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國際的機場 我們還有海港 那國際機場因為送獻於中央 他要不要給你這個 這個城市對城市的這個 航權的問題 都一直卡在中央嘛 現在這個新政府認為 這是一個很好點 點對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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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最近那個香港飛花蓮這個點啊 搶手的不得了啊 那是不是見請縣政府 再去多開發幾個國際點 我們甚至可以成為所謂的轉運 轉運中心你知道嗎 就是說很多其他國際城市的 我們可以當一個點 紓解桃園機場的一個問題 這部分呢其實 我覺得我們是可以有很大發展的空間啦 那另外我一直從以前到現在 一直在提部落旅遊的一個問題喔 部落旅遊才是 國際化 多元化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 而且是我們花蓮跟台東特有品牌的部分 那花蓮的原住民族 跟台東的原住民族又完全不一樣 那他特色完全不一樣 所以我們可以把我們的部落旅遊齁 你去跟原型處去合作 怎麼樣去開拓這樣建立這樣的品牌 你知道很多老外很喜歡那個原住民的文化 那既然路客減少 因為路客他本來就是團進團出團進團出 他沒有辦法去真正帶動部落的經濟發展 但是有很多國旅的旅客 一個小家庭的兩個小家庭的二十個人的十個人的 其實對部落旅遊非常有興趣 所以你怎麼樣開發這樣的一個品牌其實也很重要 那講到這個基礎建設喔 就是說我不曉得你們會注意啦 那個公路局可能也沒注意 那個路牌喔 那個英文光是和平路啊 一條路上的和平路 或是重慶地的路牌 英文拼音完全不一樣 明明是一條路 那為什麼那個英文拼音完全不一樣 從來沒有人去看過 有沒有辦法統一 就是說這個英文的拼音的部分 這是一個問題 第二個 那個花蓮市 其實是很多你看最近好多好多的外國人喔 這邊走來走去都是背包客喔 而且有時候三個五個這樣子 而且禮拜六禮拜天 我看都是年輕人租摩托車 在那邊騎來騎去的 所以他們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我們是不是可以補倒我們花蓮市 或者是吉安鄉的店家 所有的招牌 全部中英文並列 我覺得這是一個國際城市 你想要變成一個國際城市 一個最基礎最基礎的工程 但是這也可以很便宜的錢去做啊 但是我們花蓮機構講了那麼多年 好像一直做不來 這是為什麼 你花蓮發展基地你可以提出來嘛 我所有的招牌全部中英文 你甚至所有的店家裡面 現在我們韓國有很多 那個花蓮爺爺的關係大家都去太魯閣了嘛 所以現在韓客很多 可是路上你看不到一句韓文喔 路上看不到一句韓文的招牌 店家看不到一句韓文的招牌 所以韓文、日文、英文、中文 這是這種語言的並列 可不可以開始做 因為這是最基礎的啊 那最基礎的是其實最看得到的 那我覺得既然有誠意 你要提升自己的國際 我們講我們是國際什麼 國際花蓮是不是 一點都不國際啊 所以國際花蓮這是基本的 基本最基礎的基礎建設啦 那以上建議謝謝 潘富民議員 大會主席我們副議長 秘書長以及 跨聯縣政府兩位科事處長 以及各位課長 大家早安 大家好 我首先先請這個觀光旅遊處 提供這次旅遊展的概況 包括成果 聽說啊這個 今年辦完了不辦了 但是我們在媒體上看到啊 針對整個政策啊 我們蔡英文政府啊 他說要移升 我們這個觀光國旅的這個部分啊 那麼提供了這個三億 這三億雖然是杯水車薪 但是他能夠怎麼樣來協助 我們現在尤其是花蓮地區啊 比較重視的這個觀光旅遊的部分啊 那麼希望你能夠提供出來 另外一個啊請你提供呢 這一次我們整個花蓮縣 那麼在今年的遊客 從520就這整個年度啊 在這個患人執政之後啊 我們的整個觀光旅遊的人口數 譬如說 我們的芝卡新公園 或者說我們的這些等等幾個重大的 包括我們刺客山的金針流花 這個遊客有多少 包括六十蛋山的部分能夠提供這些數據啊 那麼另外一個就是 關光旅遊我們 跟這個縱管處啊 合作關係啊 那麼我想大概 我們洪處長也經常跟我們這個洪處長有聯繫 那麼你知道他們現在 今年度那麼在刺客山 有開了幾次的這個會議 也是有成果了齁 這個成果我們希望就是說你們能夠掌握住 那另外呢我們六十蛋山的部分啊 我們一個觀光廁所啊 已經搞了上一任搞到現在啊 已經第四年了 有錢你沒辦法做 然後用地的取得要怎麼樣協調 這個部分啊 也請你把這個 處理的情形啊 能夠跟本席回覆啊 那麼也把那個 中央針對這個縱管處啊 針對地方的明年度 他幾個啊 這個觀光的施政重點啊 那麼已經列入計畫 包括要執行的有哪幾個計畫 請提供給本席 這是針對這個觀光旅遊處 那麼接下來就是我們的地震處啊 我這次在縣政總質詢之後 大概提了一下 很多的議員都提到 就是我們針對這個 用地啊 整個我們的地價稅啊 調高到百分之三十幾 但是針對台九線 拓寬的工程 你們有哪一次看到 你們是調高到百分之三十幾的 用地徵收的時候 我們的老闆是要吃開 你們講 買賣實力要提供給你們的 你們還是不參考 一樣這個徵收 就是這麼樣的不順利 目前 希望你把 台九線目前最北段 包括關戶大新段 等等徵收用地的這個徵收比例 還有這個提供這個 價錢 到底你是徵收了多少 我一直在大會的時候 跟你們討論 希望說 你們能夠針對這個用地的 這個徵收啊 你明知台九線 現在拓寬的工程 從花蓮一直開始 到我們南區啊 它都是要固定的 既定的是一個 我們必須要 做的這個重大公共工程 我們希望在這個區段上面 你們的地價評議委員 能夠針對這幾個地區啊 能夠調高這個地價 使得跟這個市價是 稍微一樣的 然後用地徵收比較不會有困難 講了多少遍了 然後這個公路局又要跟你們在隔空交戰 公路局講的 我錢就變好好的 叫你們說 提高 只要你們評議委員會 如果說好就好 這種的調高你們不願意調高 全面性的 這一個很明顯的一個 反差對比 政府不作為 我覺得這個地震數是有必要齁 在這個部分啊 除了提供資料給本席之外啊 那麼是不是把這個地價稅的這個執行情形啊 向本席啊提供這個資料 另外一個就是赤柯山 目前現在國庚放的部分呢 到底現在已經放了多少放租了多少 還有哪些還沒有執行的 在這邊要跟我們地震處齁 當然農業處今天沒來 我也會跟這個農業處來做這個探討 因為你國庚放現在啊 目前他們要繳交的這個錢啊 一次補繳五年的這個佔用 佔用補償金跟繳交的這些費用啊 坦白講對農民來講 五年徵收一次的 這樣的一個課稅來講 對他們來講是非常沉重的一個負擔 但是呢 對於這個用地取得之後啊 到底你要用多少等則 來跟他承租啊 這個部分有必要我們 這個華年縣政府啊 跟農業處大家合作啊 橫向的聯繫非常的重要 當然重向的聯繫更重要 因為現在蔡英文 蔡英文政府執政 我想處長您跟綠營的這個交情也不錯 是不是這個部分啊 應該也跟中央各部會啊 取得聯繫的工作 然後在我們自己 花年縣政府的橫向的這個聯繫的工作 你明知道我們今天 分地我們租好之後 他還要再繳一個五年的一個租約的 補繳過去的這個五年的這個稅金 那麼用地我們要用多少等則 這個都有差別啊 你十等 十二等則的跟二十二等則的 那個價差是差不多差了一倍以上 所以說這個部分啊 有必要我們地震處跟農業處啊 那麼做橫向的聯繫啊 讓我們的中央政府知道說 我們農民的這個辛苦在哪裡 所以說也請這個地震處把刺科山的 這個國庚放的這個放租情形啊 那麼提供給本席 我想剛剛我們議員也提到了齁 我們臨近的鄉鎮我們不講別的 就把最近我們今天花蓮縣政府 所補繳的這些地價稅啊 要繳繳這麼高的情形 是不是你也在會後提供台東縣政府 包括宜蘭縣政府 他們目前現在執行這個 用地這個這個稅金的這個問題啊 也提供給本席啊 我們好讓跟我們縣長來做這個探討 做一個比較 那麼以上是本席啊 對兩個局處啊 那麼提出的這些 這個互相意見的交換啊 希望你們能夠提供資料給本席 以上謝謝 優美議員 謝謝大會主席 這個 我剛剛看了齁這個 觀光處齁 剛剛很多議員在提了 不管是深度之理感性之理 知識性之理全家之理齁 這個你要架設這樣的平台實屬不易 因為我知道各局處長對你們的縣長是恭敬有加 除了跟著後面跑沒有創新 所以你永遠跟著後面跑 我想我們縣長是積極有為的 而且這大氣魄 如果你前面提出一個好的案子 我想他會跟著你們跑 就是怕你們肚子裡有沒有深度 花蓮縣呢大家都知道 全台灣沒有一個縣市像我們 飛機下來之後 用十分鐘看到大海 不用半個鐘頭看到太魯閣 你這個在北歐沒有三天兩夜 根本看不到所謂叫 就是所謂的太魯閣這樣的景點 那不用幾分鐘看到多數族群 一路綠江你要做多少的飛機可以到綠江 中國大陸來講 青島看得到海 看得到漂亮的山嗎 大家去過中國大陸啊 就算沒有去過歐洲也去過中國大陸 花蓮等於一個小小的具體而為 展現了所有的地理的情況跟地理的位置 跟地理地景風貌 光是一個那個瑞穗就是這樣了 什麼地形都有 那所以詩問啦 這觀光局在這部分還有很大努力的空間喔 不要說現在關閉的那個木骨木鷹 怎麼再次讓它打開 有那麼多人吃飯靠這部分 怎麼跟它打開 那另一個優惠問候我都灑住了 我是說我只能跟你幫登山登記吧 我不曉得我可不可以 所以這部分不要因為停了都不去辦喔 還有剛剛講的國旅新的政府給國旅有三億 是不是競爭型的案子這部分寫一下 還有是不是應該多跟那個文化局橫向溝通 農業局橫向溝通 看那個圓民處也要橫向溝通啊 他們深度之理可以給你們配套什麼的行程 不要永遠一成不變都是這樣喔 剛剛講的溫泉業者也是啊 這個你是說19家多了4家 然後這溫泉你有沒有檢測啊 配合衛生局檢測 那量出一個成績出來 到底大產感均有多少 那還有你們這次給的 149家旅館 房間數7間 527間 民宿1645 他的房間有6320 幾乎登記上面上登記的就1萬多家了 那我們給這些旅客 看的遊的玩的吃的到底是什麼內容啊 那老實講除了你們花蓮市做了很多的遊樂性的東西 來給這些觀光人數來這邊呢 加值加深觀光的價值感之外 我們吉安以南到底給了什麼 一起到了副里 你的故鄉 育里 看到的是什麼 那村落 原住民部落一起更在偏山區的 你給他看到什麼 灼溪鄉看到什麼 要說什麼 我的鳳林鎮光復鄉 會長的 我們光客到底來這邊能看什麼 你也沒有弄了一個配套的加值的旅館 給我們認為說 來這邊也有那個七八千萬的什麼 大歌姓在那邊唱歌 每次都在花蓮市 那我們中區都要靠什麼 射風隱南靠什麼 吉安也是 他是因為到花蓮市一個橋 所以我想喔 大膽提出好的意見 當然你現在你的位置還算是喔 不是正式的 還有你的副處長好像也沒有掛上來 那還是希望你有很多努力空間喔 我知道你的做人還不錯啦 但是這個做人不錯之外喔 你的專業部分還是要加強 那還有那個民宿 民宿課長今天有到喔 在哪裡 管理民宿的 請假 中藥的會員還請假 這幹了十幾年可以換換位置了吧 看來問他你都被他架空了 油條的不得了 所有的民宿通通列出來 我把年紀通通列出來 法企節也給我列出來 做的位置比你久啊 而且所有的都一樣 每一個客是主管 那一刻幾年了就要把他談一談 灰塵啊跳蚤一堆啊 就是沒有每一個人的常識 這是常識喔 這更是共識 尤其是在政治這塊來講 派出所幾年就要換了 你們搞了十幾年了 你不怕你被架空啊 我看你被架空啦 哪載著我們誤會那麼多 今天是意見交換喔 這個意見交換很重要 不重要我們就到質詢會場大家來講 不來的就是大會場大家來講 燈燈報也好 把所有的民宿幾個房間在哪裡 樓板進去多少通通哪來 不要說我有罰他我沒有罰他 大家都來議員這邊在叫 那家怎麼那麼賺錢都沒有罰他 我沒有什麼賺錢就罰很多 你裡面就一堆意見給我 那我拿來叫建管來對看看 樓板年紀看什麼他真的合法嗎 要對大家就來對 反正議員開會起都在這邊 吃飽就是看你們的見子 那還有這個喔地震局的單位喔 這個我希望喔 有感一點我早上一早喔 有點小流感 依然已經電視出來了大大檢討 我今年五月跪你喔是有點不禮貌 但是也是彰顯喔 不要說我先見之明啦 我叫有感 所以我希望地震宿場更有感 不要那麼無感 還拿了一個中央的指令來告訴我 那你就中央派就好啦 就去內政部上班嘛 中央裡面有講喔 看你們條文裡面給我們看 希望在十年內 沒有錯去年剛好是十年 但是還是要按照地方的 人民的收入 人民的所得 他說阿爸你幹嘛最近又靠你們 地震宿所在每一個鄉鎮 幾個鄉鎮地震宿所來做工廳咧 那我鄉鎮 應該整個花年都一樣 超過百分之十六都是老人人口了 已經突破了這個 所謂的聯合國規定了 百分之十一就是了六十五歲以上 花年薪應該百分之十六以上 那我們那麼多的隔代教養 就是因為離婚率最高 所得全台灣 套屬第一第二 你可以把它搞到第七名 五都之後 告訴我們宜蘭第一名 那你看看今天宜蘭要改了 你有什麼感覺嗎 還是無感 還是拿著中央的指令給我 我看就是這樣做啦 那這樣沒關係 希望你在那位置上好好做 坐一天回上敲一天充 上兩個禮拜有個假期 我達到你們貴處 三個課長全部請假 連假 然後問到最後問 記事問到課長 三個請假 問到最後你去日本 那誰跟媽咪掛叮噹啊 你管的府外府內很多人 大家知道你出國了 大家都也跑光光 你們地用也請假啊 你們好幾個客室 在你帶領之下 本來都很好的喔 到最後都變成了 鋼地自用 墨守成規 中華民國公務人員 考試竟然我們是納稅的人 被你們搞得一塌糊塗啊 駕鄰在我們之上 給你們意見你們就很多 很多 拿中央的拿著雞毛當意見嚇我們 我常講喔 一流的公務人員 法條之外海闊天空 三流的公務人員 依法行政 就算是你三流 你法條看清楚 法條看清楚 依規定辦理也好好遵照依規定辦理 不要動不動說議員 我們會不會去這個地檢署調查 會這樣 那就不要做到今天了 今天來這邊做高考的 既不如人就不要來當科士主管理上了 像變更變定 講多久了 你們按照變更變定的要義嗎 沒有 自己另外一身 喔因為像國家現在怎樣 很重視國土富裕啊 所以我們要非常的謹慎 有那麼乖喔 那你們會跑到第六名 人家有第10第11的 台東就排第11 你們為什麼可以排到第7呢 還有地價 台193也好 台11也好 海濱路也好 你們掙收錢多少 潘富民是當過鎮長 沒當過 但我也幹了世界了 你們還敢這樣子地價亂拼嗎 像我們鎮上的 那一比你可以隔過兩個里的地價拿來做工價來給我評定 還搞得我跑去你們跟你們地價客廠 他手一直抖我也不知道為什麼在抖 你按照我規定就好了 你有按照規定嗎 你隔離地價來停嘛 我們不是專業都給你們搞到專業了為什麼 這樣是無能啊 所以我希望地震單位就是評估我們花蓮縣土地會漲或跌 你們如果縣長一句話你們就跟著去 縣長沒有講你就自己說怕抓去關抓去幹嘛 那就全部不要坐那邊嘛 當小小公務人員不會抓去關的 也不會抓去問 如果今天調查局或地震局的這個地檢署檢察官把你問倒人就是記不如人 只是一個法律程序在問你 內容是你自己知道的啊 你沒有保讀私書還敢坐在這邊嗎 你動不動跟我們說你們依法行政依法行政 我們這些通通沒有高考 可是我們知道老百姓在哪裡啊 久了我們翻翻字喔 我們是劣勢之無兩字啦 小學畢業看得懂你在寫什麼 久了就幫你們訓練了 幫我們訓練了 要不然如何坐到這邊 你們總是這樣很奇怪 拿著雞毛當令箭 變更編定 最糟糕 你何時變更編定呢 主動去跟人家變更編定 寫了一堆理由 人家有五點就拼命又拿什麼現在什麼 政府講的什麼國土計畫什麼什麼來 來封我們的嘴巴 幾個議員膽敢跟你們 argue啊你說 因為你們是學有專精 但是不要忘了啊 你們國務人員是為國家老百姓是負責任的 你們專業性呢 是哪來把我們抹殺掉嗎 你們專業性是來講這個專業性的東西 要把我們議員給拼掉嗎 或是民意 屋桿 還一直說 哎呀縣長叫我在這邊久一點來幫忙他 幫忙什麼 幫忙縣長 全部老小心就不用幫了 還有一個 你這個喔 那你都市地方地區的地價指數查估啊 84個中價位 這個你認為這樣夠嗎 你跟你家隔壁喔 轉彎轉彎可能都不一樣 當然你這個 紙上列表給我們看的 是圖工參考 但是真的落實 有所謂尤其是花蓮市 花蓮市跟吉安鄉我比較不擔心市 他們代數業者多 他們買賣成交多 那我們鄉下呢 像我那邊講的 富里卓西啊 花蓮縣平價三成多 關我們屁事啊 那邊三年都沒有成交 你沒事把它地價漲價 尤其我們那個客家人喔 三代也不賣土地 你漲我們沒事 漲我們那麼高幹嘛 我們三代都不想賣土地耶 賣土地很丟臉 文章駿他會不會賣土地 對啊我們專門買土地啊 就算他賣他跟他爸爸講半天啊 還要列祖六宗糟告 所以買賣土地在花蓮縣來講 是非常不可思議 我們以農立家嘛 所以你這個土地漲價 你沒事平均價漲三成 關我們什麼事 吉安鄉還漲到五成耶 吉安鄉何德何能漲到五成啊 一個五星級飯店也沒有 什麼都沒有 他竟然五成 你們花蓮縮大概三成不到四成 那我們鄉下多少 像王葉梅今天沒有來 他兩三個掛蛋耶 他都東升房務負責人啦 一直掛蛋耶 你給他漲三成 你要幫他付嗎 處長 我覺得你們要有感 花蓮縣那麼窮困 第一個就是 你們看過從小到大 看著地震圓圓 去把一個離子徵收稅把它壓垮啦 改天做個大字報給大家看 你忘了你們啦 腦滿腸肥 還有這個283頁喔 你告訴我 282頁 全線耕地面積835級 面積245.110327公頃 以放租耕地還有以放林耕地還有被佔用耕地 有27公頃多 還可以被佔用 你為什麼不給人家直接承租呢 無能嘛 當下你被佔用 你連製裁室都不能蓋耶 你可承下去看人家種西瓜種什麼在幹什麼 製裁室不能蓋耶 你給他佔用就覺得很好的是不是 大公無私啊 那你還有你被徵收的土地 什麼因為協助跟機關公共工程使用 無償國用 你們憑什麼無償國用 是你家的地嗎 地震再進步你很清楚 現在地用都是使用者付費 不管公家什麼現有地 全部要收費啊 現在是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啊 配合國防配合什麼地方建設 全部無償博用啊 華連線那麼窮 無償博用什麼 家裡鳳寧政公所 撥給垃圾也買廠都要錢耶 以現值來計算耶 今天是中華民國喔 105年11月30 離武昌起義很久了 也離38年撤退很久了 61年了 怎麼還有無償博用這件事 倘他人之凱 全台灣這樣你發電線就是不行 我不知道有沒有全台灣這樣 我早就知道 沒有所謂無償博用這件事了 那你這個無償博用什麼 那你對老百姓為什麼 斤斤計較剛剛講的 我跟你們這個土地啊 這個因為公共使用啊 把這個地價升高啊 跟潘議員講的一樣啊 你們到底要什麼時候 和年和夜 頭腦死腦袋才會開始開 不能開就退休 不要帶壞你們年輕的 我看你們那幾個年輕的 就被帶壞光光 保守 當地自用 自以為是 讀了幾本書 坐到這邊就跟議員喔 然後拿了一堆法條 還好我有一點認識字啊 惡劣到幾點啊 那被你們這樣子管下去 要到幾歲才協修 還繼續招套花蓮縣老百姓30年嗎 這個本席今天話講多一點 但是你們的地震局是 優關權花蓮縣土地政策 跟土地地價最重要的人 你今天土地開增一到三層多 我們後代子孫埋怨我們 土地只要長沒有跌的啦 地價是有什麼時候跌過 你會跌嗎 我問你 你待會就出來講這句話 你會不會跌 你可能像宜蘭這樣子嗎 你敢這樣反省嗎 如果全花蓮縣是全台灣收入地區 你可以排地區 沒有意見 如果沒有的話 你敢這樣漲嗎 讓你們回去給故鄉的人罵嗎 而且我說過喔 公有地 航廠地 國有地 還有你們現有地 給人家當二次房東的 按照你們的方式去把那個租金調漲 為什麼承租人家的土地 有房子的人是最可憐最弱勢的人 鐵路區可以這樣子漲很快 航廠也是為什麼 就是你們自己地震局漲的啊 我們都跟著漲 你們想過 你們每次開地震會議 這五個大地圖都坐你旁邊 包括你自己花蓮縣土地 你也都沒有講 承租土地的不應該漲 弱勢中的弱勢 人數少 聲音小 你就漠視了嗎 他漲什麼意思啊 他地下有漲啊 他那個承租他有租人家啊 是你們自己的 事業目的地 變更變地 你怎麼沒有事業沒有啦 還給他鐵路用地 還給他當二房東繼續收 陳處長我講過好幾次 你有沒有變更變地把它剪掉 解編幾年啊 鐵路區八十年也沒有解除編定 我家旁邊就是 講幾次啊無感 還做出很奇怪的政策出來 壞的政策比一百代的腐敗更嚴重啊 後代子孫必須承受這些啊 所以呢我希望你們的這個承租戶的部分 要特別注意 不要一直掌我們 那個二次 二次租房這個租人家屋子的最可憐 人家事業目的沒用 就把它當成轉成租了 這個以上報告喔 希望你們呢 這幾天給我一個答覆喔 反正我質詢也快到了啦 就這樣謝謝 李秋風議員 這個有美麗媳婦啊 那我茅舍頓開啊 居然罵人不帶張志 哎呀佩服佩服 難怪叫有感議員 我們議會裡面還沒有姓吳的 所以沒有吳感 劉曉梅叫劉感 或者李秋風叫李感 這個 觀光處 哪幾位科士主管到過中國大陸的請舉個手好不好 四位 四位五位 請放下 登長城 那個有一個證書啊 就哎你登的長城 然後這張證書大概台幣要一千塊以上 日本啊 北海到一個最北端的廁所 一間公共廁所 他還花了一張證書說啊你到了這個地方 但是當然這個要忌諱的有價的 齁 我們常常在想齁 這個花年啊 陳如有美人議員所講的 一下揮機 不用一個鐘頭 馬上可以到這個世界級的景觀啊 太魯閣國家公園 我看這太魯閣國家公園這些人也不長進 到現在都還沒有收費 因為不需要收費啊 收費 收費關他們 這個領的薪水一點關係都沒有 所以到現在還沒有收費 不過現在在演藝要收費 但是各位到中國大陸去的啊 他們的任何一個景區都要收費啊 動作超過一千塊台幣以上 我想 有一個人剛剛講的 那麼多的花年的人文特色景觀景區等等 我們下飛機啊不到五分鐘啊 還有一個世界最大的壇啊 世界最大的啊 這個導遊都是這樣介紹啊 世界最大的壇 結果你一張證書都沒有 我到了世界最大的壇 這個大陸同胞啊 這個大陸同胞啊特別 希望拿到一張證書 特別希望照相 到景區 在那個石頭旁邊照張相 我到了 我拿了一張 我到了 這個全世界最大的壇 全世界最大的壇 居然連一張證明都沒有 我想啊要思考的方向太多了 真的 真的啊我們 我們 有很多地方啊 說這個大陸 過去說大陸不如台灣 現在我們是很多不如人的地方 真的有需要啊 這改進的空間太多了 那個 談到低價稅的上漲的問題 這個變成民怨了 這個民怨一騷 其實始作用者 當然是 地價平易 委員會嘛 對不對 地價平易委員會 平易出來的 地價才會有後面的上漲嘛 那這些人 這些人啊 是不是應該要反省一下 這個名單啊 各位 新知肚明啊哪些人啊 剛剛優美議員講的 我聽得非常清楚 而且 讓我非常感動的一句話 這些客家的朋友啊 他們從來啊 很少去賣祖先的土地啊 那你漲他地價 你要他的命啊 他們 刻情刻簡 非常的節省 真的是要他的命啊 莫名其妙你 你又要漲他地價 他的土地 三十年五十年不動 又要漲他地價 要課他的稅 我們劉曉明議員說啊 這個是馬英九時代的政策 我承認啊 這馬英九時代的政策 所以他下台了 那現在蔡英倫時代啊 這個不好的政策 為什麼還用啊 莫名其妙嘛 那就是他的政策啊 讓一個總統下台的政策 居然還沿用啊 不是很莫名其妙的事情嗎 所以政府沒有錢啊 向全民抽血 所以我在這個 市政總報告的時候 我說這個無逼的行為嘛 對不對 吸血的行為嘛 這我想喔 這言歸正傳喔 這個縣政府的土地 我們租給人家的 為什麼要漲 這若市才會租你的土地嘛 才要繳租金嘛 為什麼要漲 好 縣長說 縣政府只不過多了2.1億啊 收最多的是 中央政府啊 收了將近一千億啊 那國有財產局的土地為什麼要漲 在花蓮縣境內啊 那你漲了 他們就是歐房東啊 就是在收租金的啊 那這些國有財產局土地 租現有土地的怎麼辦啊 我想喔 這個資料在質詢前請給我啊 我有財產局放租的土地 縣政府放租的土地 這些土地啊 到底影響了多少來百姓啊 我要這些資料啊 在總質詢之前要給我啊 那之前8月的臨時會 我也要了一個資料 是有關退伍會的 結果啊 文啊 跑到觀光處去啦 結果觀光處 不頂當啦齁 陳處長 你要動 我寫得很清楚 希望8月底前把那個資料給我 後來我想奇怪啊 怎麼不動了呢 我也不知道是跑到觀光處 我打電話到地震處 處長不錯 陳處長馬上追 結果是在觀光處 然後 這個你們又 又把這個文移到地震處去 問題是啊 8月底以前的事情搞到現在 總質詢啦 我就等這個資料沒有 到現在還拿不到資料 不知道 辦了多辛苦的事情啊 我想 建樹很多是應該的啦 他退伍會太大啦 所以他 他的土地太多啦 所以可以建啊 這個機關多麼龐大嘛 那當然 我個人的力量沒有辦法 才要求你們協助啊 好 陳處長跟我講 我這個還有農業處 還有建設處 我說沒有關係啊 你們平行去移嘛 趕快該誰誰做的工作 趕快誰做出來 我22號總質詢啦 20號以前把資料給我 謝謝 楊德軍議員 主席 我們賴秘書長 我們幸福兩個單位的團隊 各位議員 他才聽到我們非常多 議員提到有關於我們 觀光旅遊處 的一個期許 不知道我們彭處長 上個禮拜 我們行政院東 東部幫工室主任 曾經到八連堂場 溝通協調 希望在八連堂場的這塊土地 開閉 開閉一個小火車 開閉一個小火車 但是本席曾經在上兩屆也提過 希望我們觀光流處 能夠在花連堂場的 森林遊落區 延伸 把這個小火車延伸到 不遠 部落 這樣 成本也低 這個 而且這個動線 也非常的好 但是 我們觀光流處 你們所提出的報告 說要有 擬定計劃 要 開閉小火車 但是 你們一定的計劃是 從哪裡到哪裡 並沒有明確的 呃 在明 所以 我不知道你們是光是 口說 還是口號而已 我不知道你們觀光流處 有沒有跟我們東部行政 行政院東部 公司 做一個 橫向的 聯繫 我想 一定沒有 這是一點 這是一點 第二點 關於我們 去年 在房科園區 我們正發了多少錢 開闢什麼所謂3D的清水公園 我們一直渴望 這個3D清水公園 能夠一直延續到 更久更久的 因為土地框 那個福地也有框 但是 成績核子 去年發了那麼多錢 今年沒有在那邊辦 那我想請觀光流處 你們去年發了多少錢 這個資料 希望給我 給本區 另外一點 另外一點 剛才好像有幾個議員也提過 你們 到大陸的 這個科士 主管 有很多人 大陸對於這個觀光行銷 尤其是少數民族 他的觀光行銷 他特別的重視 本區上次到 北江 維歐族 哈薩克族 洪古族 他們政府真的 把這個少數民族的 觀光景點 特別做了一個 裝房 或者是旅遊的一個 據點 讓觀光客 瞭解這個少數民族 這一個文化背景 跟風情 但是我們台灣沒有啊 我們花蓮縣是 原住民最多的一個縣分 但是我們觀光流處 不要說觀光流處 原民處 你們這個單位 你做了些什麼 其實常常講 光光的理由 必須帶 注入我們原住民的一個元素 但是都沒有 都沒有做到 你們所謂的原住民元素 就是大型的聯合風靈劑嗎 這個不是啊 一點內涵都沒有 要知道原住民的內涵要 走入部落 這樣才對啊 你們不是啊 所以今天我對於 正觀光流處啊 我特別 希望 希望你們 今年 風年季之前 後 應該要有原住民 部落 作為你們的一個 環狀的 環狀的一個 環狀的一個 帶狀的一個 旅遊景點 不然的話 你的觀光太多 沒有到部落 部落我們得到什麼 我們得到什麼 都沒有嘛 那好 部落得不到什麼 那現在我們 那現在我們 土地的問題 地價稅的問題 我們原住民也跟著賬 我們收入低 我們所有的稅 並沒有 因為我們原住民 稅收要減秒幹什麼 並沒有 我要請問一下我們地政處處長 現在光復太白狼區 現在光復相關水 已經提報了 新冒事業計畫書 他們 我不知道收到你們貴出了沒有 那麼現在是已經完全 架構了 這一塊土地 兩項多的土地 它要變更變定 我不知道變更變定 這個區塊需要多少時間 因為 現在也非常重視這個 這個區塊 如果變更變定 錯過的話 搞不好我們現在 圓民會要的一個經費 可能也相對的 也會錯過 所以今天 這個 我們地政處 希望把這個 太白狼 和技術館場的 第三期計畫的一個 新辦事業計畫書的規劃案 希望能夠 盡早的把它這個 編定為 盡早的 編更編定 這樣才符合我們 部落 白信的需求 以上的報告謝謝 有沒有議員要發言 那我們先請 公公處 彭處長 就各位議員的問題上台回答 各位議員大家好 首先 我先 議員的問題順序 依序的回答 首先是鄭議員 鄭乾隆議員 他有問到 宗教觀光導引的部分 那宗教觀光其實在 我們在 行銷上 我們在參加旅展 還有我們在觀光網頁 以及我們在 平面媒體上面的廣告 那宗教的觀光 到花蓮的這個區塊 其實人數 也非常的龐大 所以這個我們也沒有忽視 所以在11月26號 我們採接的活動裡面 其實我們也邀了非常多 宗教團體 一起來營造這個採接 那在行銷上 那也是我們的一個重點 在重大投資的項目 10項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我們會後會 因為我們平常都有列管 那我們會後會把這個資料 送到鄭議員這裡 東大門有400個攤位 那剛剛議員有提到說 只有兩個攤位是合法的 那我想事後我再跟鄭議員來請示一下 因為這第一個建築物的部分 建設處當初在興建的時候 它都是有使用執照的 那這400個攤位 我們目前都依照 國稅局的來文 那請他們做營業的登記 所以在列管上 在衛生及環保的列管上 這所有目前營業的攤位 我們都有依照合法的方式 因為他們是屬於免稅 雖然免稅 但是還是有做營業的登記 第二位是迪布斯議員的指示的項目 19家溫泉業者標章的部分 我們分層次管理 及溫泉品質的分級管理 其實這些我們在 我們在推動溫泉專車的部分 原則上我們縣政府補助 就是有一定的金額 那他的在油層上就是由旅客 來選擇這些溫泉業者 他們有本身有本身在業者上 溫泉的品質他們就已經有分層 跟分價價格 那還有他們旅宿的部分 住宿的部分都有不一樣的等級 那可能有一些是一次是100塊 那有一些是200多塊 那有一些他的使用必須要跟旅宿 要結合在一起 那這些可能都不一樣了 但是那在衛生管理的部分 我們衛生局都有定期的抽策 那以保障這些溫泉 19家業者其實它是都是合法的 那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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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 有幾家 而不是那19家 那19家已經是你品質保證 你都已經給他證書了 所以這19家我們是沒有疑慮的 我說其他的部分 這個才是要分 才是要分等級的 那首先他19家的資格是 第一個他必須要向我們 水利單位取得合法的使用權 我知道啦 我說那19家我們把它排除在外 因為19家已經是你給他標章了 表示19家已經非常好了 完全符合你的 這個溫泉的這個規範 我是說全花蓮總共有幾家 到底現在是100家業者還是50家業者 那現在 應該是這樣啦就是說 如果他是非法的 目前應該 我要去查建設處那邊 原則上都有財法了 我不是講財法啦 只要是合法的齁 我知道所有其他合法的 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其他所有合法的 你也是要分等級啊 他可能 他算不在19家的這個優良 這個溫泉 那個張之內對不對 對 那其他部分他還是 客人還是會去嘛 是 那個東西才是最重要的啊 有好 這個我們在標示上齁 我們在網頁上 我們會把它分成 分其次 像我們那個旅宿業的官網一樣 讓他有一個排序啦 價格的排序跟等級的排序 在李一潭建設的部分喔 目前 因為李一潭 他是屬於 縱管處 他的管理 所以說 而且 旁邊碼頭的部分 因為涉及到 民間業者 他們的營利項目 所以 原則上 那個部分 第一個就是要跟他們的 我講的是非營利的部分 現在我們要關心到的是非營利 他也是一個很大很大的一個群體 你知道嗎 現在那個營利的部分 就有營利的東西 這個 他們去處理嘛 現在是非營利的部分 個人的部分 家庭的部分 他不需要專業的教練 但是很多人現在都會自己買獨木舟 不曉得吧 獨木舟是屬於非動力的齁 對 非動力的啊 非動力原則上他還是要申請啦 大家都會申請嘛 那問題是說 你現在 應該怎麼講 就是說 其實你要突破法令啦 因為縱管處 公務人員8點才上班耶 有些家庭 那5點他就去了啊 那你跟誰跟進 這個部分 因為我們跟縱管處都會隨時有聯繫 因為請他們齁 這個我會跟他 這個我會跟縱管處處長來做聯繫 這個部分 就是服務的情形啦 還有那個填表泰副長的部分 我也會把這個還印給縱管處 那海洋 海洋觀光青海計劃 跟這個東管處融合協調的部分 那目前我們 在七星潭屬於深海的海域 那已經宣布為 內政部宣布為十大危險海域之一 所以七星潭的範圍裡面 而且再加上那個地方有定制漁網 所以定制漁網在現場 所以如果說有做一些一般的清水油油氣的話 是有一點點危險性喔 所以在網北清水蕩崖的附近 那其實現在已經有我們獨木舟協會在推動 就好那個也是一個 一個非常不錯的觀光活動 那在七星潭的海域這個部分 原則上是有兩個協會 他是以這個淨灘跟學術研究的方式 來做深海的研究 所以說如果說要真的是要到七星潭探險的話 原則上還是要加入協會專業的團隊裡面 是會比較安全一點 那有關於東部辦公室提出 我們花蓮自立門戶的概念 以及花蓮這個花蓮機場 當作轉運中心的建立 我想這個是確實是有發展的空間啦 因為我們花蓮機場 他的規模其實是可以停靠 767以下的飛機 所以他的跑道長度其實都相當有國際化的 那目前我們也在積極的爭取 跟其他其他國家的一個執行 希望能夠帶動我們花蓮觀光的產業 那我們花蓮跟台東原則上在地理位置上 與觀光資源上都非常的相似 所以在今年10月4號 縣長也帶領我們觀光處及農業處 還有衛生局都有前往台東縣政府作談 那就希望花蓮台東能夠聯合行銷 我們的這個觀光油氣的資源 那這個部分我們目前也在積極在落實 我們隨時不管是業者也好 我們觀光兩個縣府的觀光處也好 隨時都有保持密切的聯繫 在部落旅遊的部分 那我們確實跟台東的部落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不一樣 那我們花蓮有非常鮮明的一個特色 那這個也是我們積極在行銷的部分 那這幾次我們到大陸參加形象的旅展 那我們原住民的文化 還有我們推出原住民部落旅遊的深度旅遊的那個套餐的部分 都是我們行銷的重點 那基礎建設的部分 在公路路牌以及那個店家中英文標示的部分 這個部分我們會積極的跟公路局跟花蓮市公所 衛市長以及吉安鄉 我們會坐下來來聯繫 如何來營造整個多餘的空間 接下來是潘富明議員有提到 提供ITF最新成果的部分 那ITF的旅展是我們國內非常重要 而且每年都是一個最盛大的一個旅展 那這個我們並沒有停止參加的計畫 我們而且還會持續辦理 因為高雄旅展跟台北的旅展 一直是我們花蓮觀光業非常重視的一個旅展 那每年在參加高雄跟台北的旅展 對我們花蓮的銷售那個銷售量都非常的增加 所以這個是我們非常重視的 那會後我們也會整因為昨天剛結束 那我們也會會整各業者目前銷售的情形 來會後來提供詳細的資料跟議員報告 那有關花蓮旅遊人次的部分 我們目前已經會在 已經在每年每個月的15號 我們都會統計上個月的累計的觀光人次 那其中有涉及到農業處的 不在我們統計項目之內的 那我們也會徵詢農業處跟 玉璃鎮公所 護璃鑲公所 來提供有關60淡山刺客山跟刺卡軒 那個油氣人數 因為我們的統計人數 都有一定的格式跟位置 都 那其中在這個統計項目之外的 我們會 來聯絡相關的主管單位來提供 那會後整理這個資料跟議員報告 有關重管處 在投資在我們花蓮南區 以及60淡山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會後馬上跟洪處長 再做聯繫 並且能夠再徵詢有關明年 明年度 重管處 將開發我們投資在我們花蓮 南區還有重管的那個重谷裡面 那個重大計畫 我們會請他會整 然後會後來提供 60淡山廁所的部分 那這一段時間我們密集的跟 陳情仁來做聯繫以後 那因為 本來是在 本來設置位置 在內側 那後來陳情仁希望能夠延伸到路邊 那路旁邊以後呢 因為土地是玉璃鎮公所的 那我們也協調護理鄉公所跟 玉璃鎮公所來 撥用這個土地 那玉璃鎮公所聯繫的結果是說 他們另有計畫 那這個部分呢 後來我們就跟陳情仁也協調過 那陳情仁說 那這個部分目前呢 請我們先暫時擱置 等他想清楚以後 潘布明議員 問題齁 是 處長 沒那麼困難 我一直講就是說 一個錢喔 錢是 又不是花年縣政府出的 是光 準備好 準備好 給了一筆預算 用地的部分是玉璃鎮公所管理的 這塊用地 搞了幾年 搞了四個年度了 還沒搞好 這是有問題啦 我想 鎮公所當然 站在一個鎮公所立場 如果說我今天在鎮公所 的立場 我也會主張我自己的權利 那 問題是這個觀光旅遊的部分 我想齁 大家應該可以打破這樣的一個 一個 要一直覺得說 那個不是我 我一理正的事 這個觀光旅遊處 應該要積極的協調 擠馬屋啊 有錢了 然後這現場的政策就是說 做一個觀光廁所 然後也突破了 建管處的一些限制 怎麼樣來做 甚至拆不會很困難 要花了將近兩百萬 縣政府有這樣的錢嗎 沒有嘛 那沒有這個錢 我們今天好不容易去找到這筆錢 你又說 成型人的意見 並不是成型人 而是所有到花蓮來旅遊的 包括我們自己花蓮線民 都可以使用的觀光廁所 你到山上去 有哪幾個觀光廁所 我們現在在東吳禪寺 那邊 那個腹地 那個 那個傳開師傅是非常的 發新的 然後把這個周邊的環境 整理的漂漂亮亮的 都是自己 這些師傅們呢 他說每天早上就是日出而坐 日落而洗 然後把我們這邊整理的漂漂亮亮 把入口處 插了一個觀光廁所 有錢了 你會不會幫我做 跟議員報告 這個應該是可以跟政公所 你應該要開城布公的 找來 或者說你們去拜會一下 不是說另有 你講的這樣 說另有用途它有什麼用途 不是 擺在那邊哪 也沒租也沒什麼的 什麼都沒有 議員報告 我們10月底的時候有去 會看現場 那 現在觀光景點非常的棒 那個地方 除了東富產市旁邊以外 那它現在在底下 那個上坡的地方 它現在正在整理 新的一個油氣區點 不是這個 這個大家看到成果了 我們希望就是說 有中央住在花蓮的單位 錢也編好了 一個年住再透過一個年度 現在年度又要結束了 你還沒有辦法執行 我跟你講 你當然說用地交給 護理相公所是有問題的 那就直接交給 就由政公所這邊來主導 由你公方理由處來主導 就是說你做的這個東西 當然每個人都要面子 都要功勞 就是義理政公所 把這個用地的部分 提供 等你有另有用途的時候 我們把它周邊的這些東西 我們還給你都OK 這個就隨著這個財產 整個移交給你OK的吧 我們會來爭取 不是要爭取啊 我是希望說 推動 不是推動 一定要執行 不是我會落實在 在目前他新的一個休息的營點旁邊 讓這個觀光廁所會更實用 所以我講今天就是說 這個橫向縱向的聯繫 平常跟人家做好公共關係的話 我想這只是一個概念上的問題 你說用地撥給 護理相公所是有問題 那不要撥嘛 就由政公所跟你們縱管處 共同聯合發表聲明嘛 說我們就是提供給觀光旅遊客 我們沒有因為是義理的關係 就這麼簡單的事情 問題是你有沒有去做 你在聯繫中 這件事情我想 我是站在義理的立場啊 我也一樣 不管是你今天 副理相也好 今天義理政公所也好 我們提供的就是給一個遊客 包括我們善用中央的每筆款項嘛 好不容易珍惜到的錢 結果你們現在搞不定 這很奇怪啊 這個要檢討的啊 是 要不要檢討 我會負責的哪一個 哪一個科事主管 換啊 剛剛我約美雲講的 做不好你就換 這個位置不要坐太久啊 太久了就是藏汙納垢 好的 我想喔 今天喔 把這個位置喔 會後喔 我想你應該要做個 科事主管的一個調動一下 否則一個人站在那個位置太久了 打太極潛了 好油條啊 這樣的一個 一個主管 待太久的位置就會變這個樣 這個我會努力去協調 並且推動這個案件 那有關 劉議員 劉美雲議員有提到 木骨木椅重新開放的部分 那這個部分我們原則上是尊重 那個 當地原住民的意見 來推動 目前呢 原則上進入這個山區 採用步行的方式 游客 那 依照內政部入山的管制 每天是 800 600人 那目前 原則上他還是屬於用青山活動啦 國理三億元 這個 競爭計畫的爭取喔 那 昨天已經在觀光局有召開相關的會議 他有擬定的一個方向 那原則上這個還是草案 昨天有開協調會 也就是 他以這個 曾經招待 大陸旅遊的客人 我的業者 來做對象 那這個部分呢 還沒定案 就是有關 國理的競爭計畫的部分 溫泉的檢測是否符合標準 目前這些都是由我們 衛生局來推動 那我們 合法的這個19家業者 以及其他的溫泉業者在抽檢上 目前呢 都是符合規定的 再給旅客 到 集安隱南 以及觀光價值的部分 那 我們 除了在 積極推動 深度流以外 那我們也跟台東縣政府在合作 希望透過民間的力量 在花蓮呢 有八天七夜的行程 四天三夜的行程 那最主要就是希望把客人 不要只留在花蓮的北部 以及台東市區 我們是希望把客人 透過我們合理的行程安排 能夠帶動到整個 花東縱土去旅遊 那我們也印 印製這個觀光護照 那觀光護照裡面 所提供優惠的業者 就是包括整個花蓮的前線 那所有伴手禮以及其他的旅宿 都有適到的折扣 來作為誘因 在 產業科 有關於 這個 旅宿業的管理的部分 我們還是以積極的在 推動 第一個就是申請的部分 在民宿申請的部分 原則上 我們現在都沒有做總量管制 只要是合法的業者 我們都會受理申請 那 其他集合的部分 原則上 還是我們是採被動 希望就是 在民眾有檢舉的案件 那我們就會去稽查 那 我們原則上不採用主動的方式 因為觀光處人力有限 那 全縣 旅宿業的數量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我們這個部分 原則上 就是遵照 有議員的指示 要罰就罰 那 原則上還是會依照法規來處理 李卓旺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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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我們 是 是 那 好的 好的 那我們 我們在 機查的部分 我們都有按照規定 每個月都有會整機查總表 寄到審計室 那我們會依照這個資料來提供給大會 李卓旺議員有指示到觀光景點收費問題 以及觀光景點核發證明的問題 那我們有關於部分的景點 他最主要收費的問題是因為經點裡面 那我們花蓮是一個重古地形 那我舉一個例子 比如說七星潭地區 他是民眾的生活圈跟景點是結合在一起的 那 以七星潭來講 他包括漁村 還有一個就是他的小社區 那在這個地方 如果說有一個收費 收費機制的話 在執行上 確實對 不管是交通或是當地民眾 多多少少都會有一個影響 所以在觀光景點的部分 原則上我們會 立即來研議 但是 推動的時間我們還是會尊重 整個 當地居民的意見 那本來我們有一個 依照觀光條例第17條 有一個自然生態景觀區的推動 但是因為他牽涉的範圍 非常非常的複雜 而且 他的推動方式是由基層 逐步推動上來了 那以木古木椅為例 那原本推動的成果呢 已經準備要劃設了 但是因為當地居民的意見 所以 還沒有完全整合 所以目前 這個生態景觀區的收費機制呢 就暫停在那裡 所以他可能會碰到的問題 也是牽涉到非常多層面 但是觀光景點的推動 應該是一個趨勢 那我們會 遵照議員的意見來做研議 楊德金議員有提到 這個東部辦公室有提 在台塘糖廠呢 他有宣布 希望能夠推動 糖廠小火車延伸到 大陸部落的部分 其實這個計畫呢 我們在前年呢 也有跟台鐵局 台鐵還有台塘 有提供 也申請了 跟他們協調 提供這些 小火車附件的資料 那因為 這一條 台塘運行的小鐵路 目前大部分都已經 被民眾使用 或者是有改設其他的 那個土地使用 那我們有徵詢過 如果說這一條道路 要恢復的話 可能涉及到徵收 還有跨過台九線的部分 那 那出估金會將近24億元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有簽出來 但是 目前因為 知識提大 而且他的編列預算非常大 包括徵收到土地 所以這個部分呢 我們有其他替代 就是現在重古小火車的荒濫 來推動 那這個部分呢 我們現在重古小火車的部分 也跟 因為他的位置 剛好在鳳林遊記區 那個遊記區的正底下 他使用的地面 今天在使用是縱管處 剛好縱管處在推動 鳳林曼城 曼活城市的計畫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計畫 跟縱管處結合 希望能夠把 縱古小火車的部分 跟這個鳳林曼城計畫 能夠結合 目前是朝這個方式來進行 鳳林環科推動3D清水樂園的部分 清水公園的部分 那在建設上 他包括到環保局 還有我們農業處 還有我們觀光處去年 在那個地方辦的所有的活動 那整體經費呢 我們會會後 會向環保局跟農業處 來申請提供這些相關的建設經費 那相關的建設經費 再向議員來報告 在大陸對於少數民族 特別重視他們的文化 以及他們的旅遊據點 深入部落等 這些也是我們跟觀光處 跟原民處一直合作的方式 那原民處這一陣子 他們有推出非常多深入旅遊的套裝行程 那我們在到大陸去行銷 尤其是縣長前一陣子到大陸去行銷 有關於我們推動 花蓮的深度旅遊的部分 那原住民的 原住民文化之旅 也是我們套裝行程的部分 我們在行銷上 這個部分絕對是非常重視的 跟議員報告 以上是觀光處對議員的指示的項目 謝謝議員 比較多 所以我比較晚進來 那就教育我們的那個 這個處長 這個彭處長 這個兩壇跟兩鐵的這個路線呢 剛好是從西星壇一直到李壹壇嘛 那李壹壇的這個區塊就是 紫製道路的這個區塊裡面呢 因為沿線的那個鐵絲啊 它有鋼絲的那個 作為圍牆啊 是 那個部分呢 我們是不是能夠去檢修一下 好幾個位置都已經破 已經掉了 蠻危險的 那還有就是那條道路呢 是不是能夠把它 因為 剛好那邊有一個是 我彌陀佛的 然後它的樹呢 非常的茂盛 然後 變成說那個路呢 很滑 那造成會騎腳踏車的這個 這些騎士們非常的危險 而且那個反光的部分呢 也 希望能夠去設置好 那還有就是說 希望在那個區塊裡面 有一塊土地呢 當時我們也在 前兩年也去看過 他們希望說在那邊能夠 設立一個公廁 他們也希望由他們 佛命陀佛那個來 做一個整理跟 由他們來維護 那只是我們工部門 是不是能夠在那邊設立 這個公廁 讓我們的這些 不管是腳踏車的還是 建走的這些 能夠方便 這是一點 那還有就是說我們 李一潭的這個攬車 目前我剛剛有看到你那個 初步的計畫是四百多萬嘛 對四百九十幾 九十五萬嘛 尾外了 那我想說請問一下 我們現在的情形如何 然後我看你的書面報告裡面 有四個方案裡面 那我們比較能夠採行的是哪一個方案 現在是不是有眉目了 那是不是請我們的彭處長 能夠解收一下 還有就是我們東大門 目前呢 其實有很多的攤販 都喜歡進去的 都想進去了 那在這樣的一個同時 想請問一下 我們貴處這邊的一個規劃 是怎麼讓我們後續想進去的 這些攤販呢 如何能夠取得 或是他們用什麼方式 是不是能夠一併的告知 謝謝 李期望議員 這個 徐學議員提到的這個兩坦兩鐵 我想那個 本助長思考一下 能不能納入兩溪 就是美輪溪跟七角川溪 能不能給他納入 來做一個串聯 這第一點 第二點 這個 花蓮市的國壽抽水站 就是美輪溪畔 我剛剛講的兩溪 質疑美輪溪畔 那國壽抽水站後面那個橋啊 木板 那個鐵橋的木板 已經腐爛掉了 這可能會有國賠的問題 再來啊 也非常感謝彭處長 在口頭上非常的尊重議員 那也會遵照議員的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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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這個基本上聽起來好像在恐嚇民眾 我想議會啊 當初就是為了 各位都一直說啊這個是審計室 來糾正的案子 所以我們一定要處理好 結果審計室到本會來做報告的時候 我們很嚴正的跟審計室主任提出 這個是在恐嚇民眾嘛 啊 結果審計室主任 特別強調也特別釐清 他絕對沒有要求各位要做財法 那你們為什麼一再說 這個是審計室的要求 然後 然後 議員關心這些案件的時候 你們的承辦人員一樣 也是要這個審計室 如果沒有這樣處理 不要跟我們審案 不要審案 跟我們移送什麼 公務人員承接委員會等等 移送捐察院 有那麼嚴重嗎 你們的衛名呼是這樣的嗎 後來 在當初審計室到本會來 我們也做了一個決議 希望耳後這樣的案件 請縣政府 相關局處 應該要來輔導民眾來改善 而不是用才華 才華不是你們的事情嘛 才華是最後的手段對不對 那不是目的啊 是最後的手段嘛 真的輔導沒有辦法輔導了 很抱歉 你沒有辦法輔導 我們想輔導你 真的沒有辦法輔導啦 那我們可能要做什麼樣的處理 也不見得要才華 那我也希望啊 那我也希望啊 這個要給 那個 有美議員的 你們 到底 今年對你們採法了多少金額 地震處採法了多少金額 地震處採法了多少金額 這資料給 給我們議會同仁啊 我想了解一下 既然那麼會採法 那我們就從你們的收入裡面來 來來來來來把你們減少 那你們去採法吧 蘇中亮議員 謝謝 張輝長 還有秘書長 兩處的處長 還有他團隊 還有我們 議員女士先生 大家平安 在這裡跟 剛剛旅遊處處長溝通一件事 未來就是明年 明年度 因為我們族西鄉 從三月份開始 實施一個 社兒祭的一個部落跟 一個縣的 社兒祭的一個大群活動 我想說 跟處長溝通就是明年開始 就是說從你們處那邊 如果說有觀光客 或是陸客也好 台客也好 不管是 怎麼樣的一個社團也好 能夠說 把這個 這一些的遊客 引進到我們左衛鄉 去觀摩一下我們 設計的文化 因為 所以我們現在 左衛鄉 李必賢鄉長都非常重視文化 包含我們 賽德克組跟 愛魯閣組 這個三大組的文化 左衛鄉現在不斷的在創新在推動 那現在就說 除了我們 部落跟我們村裡面或騎牢 都能夠參與這個一個盛大的一個祭典之外 我希望說 也讓 讓外來的遊客也好 還是台客也好 還是社團 到我們花蓮 能夠引進到我們左衛鄉 那這個部分 這個 我也會請相關所 明年三月份開始 他的活動的行程表 我也會記憶份到 我也會親自送到處長這裡來 讓這個 各部落的活動也好 還是團體的縣內的活動也好 讓處長這裡知道 如果剛好是嗆死 這一些社團進來以後 那就是你們處裡面呢 就跟我們左衛鄉 鄉公所 能夠讓我們的文化傳送到 各地在這裡跟處長能夠配合 以上謝謝 好的 黃正副議員 好 謝謝主席 處長我這邊有一個補充的 這個意見交流的部分 是有關於 封兵的這個天空步道 封兵天空步道 其實是 最近以來 不管是縣內或是國內國外 都相當矚目的一個新的亮點 可是 在你的工作報告裡面提到說 呃 他預計於9月初完工 事實上到現在11月還沒有完工 11月3號已經爆完工 目前正在驗授當中 好 那我們很多遊客 都一直期待 這個 封兵天空步道的這個正式 跟所有的遊客來見面 所以 我想說在這個會期的總諮詢之前 想要去現場看一下 看你們未來的完工還有這個 驗收的程序 是不是能夠加快 不要拖到過年 明年的農曆春節過年 才正式跟大家見面 所以我這邊也要徵詢主席 的一個意思 來提案 就是說 在最近這幾天 在總諮詢之前 在總諮詢之前 看現場有哪些議員 要陪同 一起去這個天空步道 來看一下 然後加快他的這個 正式跟大家見面登場的時間 以及看能否提供什麼樣必要的協助 還有 處長是不是能夠 告訴我們說 他的容量怎麼樣 比如說他在 大家都過去看的時候 他是不是有一個人數上的限制 以及 假設他 不意外成為我們花蓮新的亮點的時候 怎麼樣 透過周邊的一些 規劃跟設計 讓這樣子的觀光的經濟活動 能夠也對當地的居民 在就業或者是在收入上 能夠有所爭議 不要說這個亮點出來了 可是大家去 然後看完也離開了 對於當地的這個居民而言 對於當地的居民而言 如何能夠 維持住這個觀光的效益 好的效益 而不產生負面的衝擊 所以我想透過這個現場的這個會刊 還有這個 因為你們有好幾個月沒去過了 透過現場會刊 我想把這樣的問題 來加速的推動 所以現在 呃 要請這個 主席 等一下來財事看看 我這邊做一個臨時的提案 說最近這幾天 我們去那個 封兵的天空步道現場會看一下 謝謝 林秋美議員 林秋美議員 謝謝大會主席 彭處長還有那個陳處長 其實交換意見是 反映民眾的事情 彭處長你很辛苦 我也看到你的用心 我也看到你一直在努力 把我們花蓮的觀光打向國際 像你穆斯林的演習 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政策 跟方向 那未來我們 萬人執政蔡總統的方向是南向政策 像你這樣的 多辦這樣的一個國際交流 其實是很好的 還有我們兩岸青年團契的演習 不一定是大陸的青年 可以吸收更多的國外的精英青年來這邊 跟我們一起互動 我在這邊還有請教一下 我們 攬車的部分 從我一上來就已經有參與 攬車評估的部分 像我們鯉毯的攬車評估 還有我們刺客商的攬車評估 剛才我們也聽到那個游議員在講 其實最漂亮的景點是在我們的太魯閣 太魯閣那邊你們有沒有提出這樣的一個評估 做一個攬車 如果那個地方從山上拉下來 直接就可以看到太平洋 其實是任何 任何一個國家都沒有辦法 比太魯閣攬車還要更漂亮的一個景點 這個部分是不是也納入在 我們觀光禮物座未來的推動上 那還要請教一下我們這次 這次我們原住民的那個 剛才徐學義也講了 我們東大門原住民的攤位的部分 我知道當初有100多攤 可是現在因為有自強夜市的進入 那原住民實際的攤位現在是怎麼樣 那往後我們後面有幾個原住民的攤位 想要進去的話 當初畫地原住民攤就應該要給我們 我一直呼籲是說可以的話 就實質給我們原住民的一些 想要做生意的主人 這個地方後續你們是不是要怎麼做 那我還要請教一下 等一下請那個處長回答一下 針對我們大本部落的那個 那個費根那個部分 程序上當然非常辛苦 五花蓮市一直在廢紙徵收的那個 變更的部分 一直沒有辦法再進展 是不是可以請我們處長回答 我們用什麼樣的方式來協助他 就快的時間 讓我們大本部落公園 能夠做更進一步的規劃 還有我有聽到我們地震處的 未來我們那個 藤本上面的地木會廢除掉 那你沒有地木的話 我要買賣土地的時候 就沒有地木 我們是不是又要向鄉鎮公所 申請這個使用編定 那使用編定是要錢的 你是不是又要增加我們 民眾的一個支出 對我們來講未來 如果說我們要去做 異動或者是要去做買賣的時候 碰到沒有使用編定 又要向鄉鎮公所申請 是不是會增加民眾的一個負擔 謝謝 彭處長請回答 有關 許許議員 許許議員剛剛有問到四個問題 那我來回答就是 兩壇兩鐵 目前有關在圍裡有故障的部分 我們現在會後馬上會去檢查 那個一定會維護那個使用者的安全 那在青山段就是李毅潭青山段 有一個歐彌陀佛那個旁邊 那個用地的部分 興建廁所的土地的部分 其實我們也有跟那個師傅 有在協調 就是其實靠近他們門口旁邊 那就是他們現在放堆置物那個地方 是非常棒的 那一直我們都有跟那個師傅 有在協調當中 這個請議員放心 那另外一個 是 他現在就是那個地方 他要把他生和他的東西要穿掉 沒有啦 沒有啦他 不是 不是對面那一個 他希望在旁邊 就是那個後車停旁邊 他希望有加上一個飲水機 他希望飲水跟廁所都能夠在一起 是是是 那我跟我們之前看的不同位置 不同位置 就是在他的對面了 對對對 這個我們有去協調 那離潭染車的部分 那我有四個方向 那其中有幾個 因為牽涉到地質的問題 以及高壓電線的問題 可能是開發上有困難 比如說 這個從潭南 經過池南一直到哈倫染車的部分 那這一條 這條路線 因為他的路線牽涉到 居民住宅區的正上方 那可能是會影響到民眾的隱私 而且這條路一直到哈倫染車 有經過兩道高壓鐵塔 剛好穿過 所以這個客服上也有一些困難 這條路線就暫時應該是 沒辦法來執行 我們會透過說明會 因為我們會跟居民 做一個意見交換 因為確實它會影響 就是一般 如果說 住家的正上方有染車經過 會影響到民眾生活的隱私 這是一定的 對對對 那另外攬車跟高壓電線 如果說 這個交叉的話 那 照你這麼講的話 那這一條路線是 以目前來講他們 可行性已經不高 那另外是潭南潭北 也是不錯的 它1.4公里 但是因為它要落墩 要落墩落在那個潭裡面 所以在環境影響評估上 它可能受到的那個 就是質疑上也比較高一點 那另外一個就是 從自久火車站 經過李一山到潭南 潭南因為是螢火蟲的富裕區 潭南 是英國從目前的富裕區 所以這個在生態的衝擊上 也要受到考量 那另外就是 最後一條就是 從自協火車站到潭北 那剛好潭北是商業區 目前都市計畫二通 它是商業區 所以這個可行性稍微偏高 那照你這麼講 照彭處長這麼講的話 那可能就是我們火車站到潭北 這個是可行性最高的 比較高一點 而且我也覺得這一條線呢 以我們要來施作的話 是最快的 那我們有去訪問一下 附近的居民 他們的意見 那以這一條他們的意見 比較接受度比較高 這個我們都有在進行的調查 謝謝 對 那同時這個問題也剛好 有我們回答我們 那個李秋美議員 剛剛有質詢的問題 那另外就是 李秋美議員有提到 希望推動兩溪自行車道 其實 目前我們花蓮除了兩潭以外 還有兩鐵自行車道 就是舊鐵道跟新鐵道之間 也有一條我們 目前在使用的自行車道 就兩鐵從花蓮火車站的新站 一直到沿著美雷溪 一直到我們北濱這邊 其實也有一條自行車道 那在這條車道延伸到 七角川西也有一條 那個 也有一條那個自行車道延伸到七角川西 所以目前建設處 今年度他在執行另外一個計畫就是 自行車串點計畫 那就是把各鄉鎮 各鄉鎮 他們自己建立的自行車的系統 那希望透過這個專案的推動 能夠把花蓮縣 整個自行車道的把它串連起來 那目前這個計畫正有計畫 建設處在推動當中 劉美議員 欸 玉璃跟護璃都是 都有 每一個鄉鎮 你剛才回答都是必中就群 我們講了幾次 你好像都是技術性回答 你的願景在哪裡 我剛剛講跟整個議員講的 那個國民編的三億的那個 以後的未來性 跟大山大海的看法 你真的還有那個目骨目影子 回答說正在怎樣 就沒有講未來了 你要給我們一個願景一個希望嘛 你只是這樣技術性的回答 那這書面就好啦 那個腳踏車串點計畫 目前已經有建設處在執行當中 這奉你哪裡講一下 那 會後我請 我會收集這個資料 他們的評估報告 跟議員報告 只講一半嘛 那目骨目影的部分 最主要是尊重 那個榮素 榮素 下面就沒有了嗎 建然是下面就沒有了 花蓮買了200台T4的業者怎麼辦 你尊重人數你還有配套嘛 怎麼辦 花蓮縣買T4的200台 200台的業者怎麼辦 未來生計怎麼辦 想這個啊 好啦你就會後再討論啦 好不好 你很多事情你還是要想得多一點啦 另外你希望議員有提到就是 有關於我們輔導旅宿業者的部分喔 那其實我們每年觀光處投資在旅館業 以及民宿業的輔導的部分 我們都分兩季進行每年至少都會有兩次 就是以輔導的方式 包括民宿協會 我們都透過民宿協會 那我們民宿協會有兩個民宿協會喔 我們分別透過這兩個民宿協會呢 來輔導所有的業者 那我們在上課的時候 在輔導的時候 並沒有限制說一定是 擁有旅宿牌的喔 才可以參加這個輔導活動 那觀光那個 旅館業也是 我們都是希望用輔導的方式 來代替 機查跟採法 蘇忠亮議員也有提到 明年酌西江攝爾記的部分 我想這個會納到我們的那個 旅遊計畫裡面去推動 那黃政會議也有提到 封賓天空步道的部分 那我要特別報告就是 這個 封賓天空步道我們分成兩個計畫來進行的 第一個就是他主體 步道的部分 跟停車 處長 針對黃政府議員的提案 會後盡快安排會堪 好的 時間以黃政府議員為主 然後通知各位議員參加 好的 那處長請回 是 好現在請地政處陳處長 就各位議員的問題上台回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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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郑乾隆议员 迪布施议员 潘富敏议员 尤美云议员 还有李秋旺议员有提到105年度公告地价的调整 调整的幅度达到31% 调整的幅度达到全国的第七位 逼真处就105年度公告地价的调整作业说明 首先公告地价的调整依据平均地权条例第14条是三年调整一次 至于三年的时间到底合不合适 内政部正在研议 依据内政部的法规会的通过 是不是将来朝着两年调整一次的方向来作业 那至于105年度的公告地价的 游美云议员 地价是地方政府为之 这是地方自治的权利 不要再推中央了 我刚刚讲的三级公务人员依法行政 地方自治的地权 这个地方自治随这部分的把它看清楚 地方地价可以地方来为之 不要动不动推中央 你们最好三级公务人员好好看清楚 那105年度的公告地价是按照104年各地政事务所调查的买卖实例 也就是说调查104年的市价 我们现在是一间交换时间 不是你自我陈述 谢谢 谢谢游宇然 那如果说陈述有不完整的地方 我们以书面来答复 谢谢 那 这个 本县的公告地价占市价的比例呢 从 民国99年的 占市价比例的15% 一直调降到 102年占市价的14.18% 那105年度在作业的时候呢也是朝这个方向 按照调查的市价 乘以14% 这样子的比例 来定105年度的公告地价 公告地价 是要为人所得用地价在内吗 如果看一眼 谢谢 是 所以 今年105年度所呈现出来 调整的幅度达到31% 事实上是这三年来市价的波动情形 那么 这个公告地价占市价的比例 从99年到现在 一直维持在14.18% 这样子的一个比例 那其次呢 有提到说 公告地价的调整 那以至于公有土地的租金随之调高 那么公告地价的法定用途 说你这个31点几年还是不检讨就对了 还是要不要检讨嘛 你先讲嘛 我刚刚回应一下 回应一下迪布斯议员有提到 我刚刚说的要不要检讨嘛 我怎么说的要不要检讨 你要不要回去再检讨一次 谢谢 迪布斯议员刚刚 那我说要不要回去检讨 不检讨 不检讨 总结不检讨是不是 联合报有提到 你自己看法 不要说联合报好不好 据联合报的报载 宜兰县 那针对部分的地价区段 会在做检讨 那据我们所了解呢 宜兰县是 违规使用的农地 用临近地区的建地来订定 这样的订定方式 事实上是不符合规定的 那所以宜兰县是朝这个方向来检讨 农地如果是违规使用 那以建地的方式来订公告地价 到底合不合理这个方向来做检讨 那至于本县的公告地价 是不是 呃 是不是完全依照规定 那依照公有地价 呃 公告地价 跟公告限制 也有一个更正的作业原则 那其中有提到说 如果地价区段的划分 不符合都市计划 啊的划分 那或者说 趋认地价的计算呢 有所错误 那我们会请各地证事务所 在检讨 5,595个地价区段 他的地价订定 是不是符合规定 那么郑晴隆议员提到 吉安乡都市土地 农业区变更为建设务例 是说 那你清楚吗 为什么不正面回答我 这样翻来翻去呢 你不习惯 你这样放任何方式吗 庶民一直听不懂 你那么荣常的罪序 那你就跟我说 好 我愿意各地证事务所 来做一些检讨 不就很好听了吗 为什么这样一直不正面回答我呢 你就讲你的 这怎么是一间交换 你习惯罪序 那你也要习惯庶民 听得懂吗 你现在是得证啊 那你要让我们了解到 你愿意这样做你就讲 那前面讲 依然讲的半天 依然是不对的 你们是对的 我批的就是这样啊 我们只讲结论嘛 不用继续嘛 好不好 处长你是一个很文雅的人啊 可是面对我们的资讯传媒 在流动的时候 老百姓希望 非常希望知道 你即刻性的回答 快速简要的回答 我们是必要的 谢谢你啊 会更正 谢谢 谢谢 那因为我同时回应相关 相同的议题 因为迪布斯议员 刚刚有提供 联合报的媒体报道 那么再来是 关于郑前农议员提到 都市土地的农业区 因为人口增加 是不是可以 检讨变更为建筑用地 那因为都市计划的检讨 是属于建设处 都市计划科的业务 那我们会把相关的议题 反映给他 那迪布斯议员提到 原住民的姓名变更 那么在护证机关 办理姓名变更 那么地震的地级资料 可不可以同时的 做做变更 那因为 我们跟护证单位呢 有联合服务 那只要原住民在申请 这个原住民姓名变更 在护证单位填写同意书 同意地震单位的资料 也可以同步变更的话 那么由护证机关 所移送过来的资料呢 我们会办理同步的变更 那么迪布斯议员有提到 华东部落 以及刚刚林秋美议员 提到的大本部落 应该是同一个案子 那涉及到 这个废纸征收 以及撤销征收 那这个案子呢 的主办单位 就当初征收的单位 是花莲施工所 那么施工所 也很努力的 在协助办理 撤销征收 以及废纸征收 那么关于 在征收废纸 跟撤销的作业中 所需要的相关突击 本来应该是由 施工所来制图的 那么 因为 因为他的这个人员呢 更替的 有新的人员 那么有表达说 需要我们县政府来协助 那我们客政 现在呢 正在协助 办理制图的相关作业 那制图上 应该没有 没有任何的问题 潘富宁 议员提到 台九县 瑞北段 新北 新南 等等的 征收用地 跟协议架构的比例 以及所原用的买办实例 那么 这相关的资料 我们地价科的同仁 正在会诊 那么 在提供给 潘议员书面的资料 那刺客三国有更地的放租 那到目前为止呢 他同意放租或者说有通知 放租的比例 那应该 达到百分之五十到六十 那如果说有需要协助的 我们也很愿意的 来反映给国有财产署 那至于他租金的 这个 评定 租金评定的标准呢 那么 国有财产署 他事实上 他是有一个认定的标准 不过 如果民众 刚 潘议员有反映相关的 这个民意 那我们在会后 再请国有参数 对于这个租金 征收的这个标准 看可不可以再做一些 对于 潘复明议员 麦克风 我今天要讲的就是说 我请这个 这个相关人员能够针对 你现在他是用这个 这个缴交五年的这个 这个权力金的部分 就是追缴五年 是95年到100年 他要取得这个 现在国庚放的这些租约 就必须要取得这些证明的时候 他是一次收费 就是五年 那这五年有的 假数从一甲的 从五分地的到五甲的 一次收就是要收二三十万 那么你这个收完之后 又要拿到这个 租地的租约之后 又要再缴一个五年 这个地租的这个部分啊 让农民是真的实在是 非常非常的头痛 也就是说 我一次要挟这么多钱 那么还有 我也跟国庚财产局的吴主任讲 是不是可以分年分期来还 因为这些会租在山上的人 大部分的这些生活水平来讲 是比较偏低的 所以说他们一次要拿那么多钱 是有困难的 好这个部分 我是要跟助长讲的 刚刚你讲的 很好 就是说地价你调整 OK 这是中央的政策 我们也都没话讲 但是 我们刚刚你讲的 百分之三十一的一个涨幅 为什么我们在用地征收的同时 你不能够 地价评议委员会能够涨到跟现在 国家政策里面的标准 百分之三十嘛 那利用地是不是 征收上 你现在才五六十 是不是刚刚你讲的那个数字 对不对我不知道 现在 临起补厂会的有几个 本席了解啊 就有一个 经常跑到我服务处来 还跟我反映说 地价能不能再提高 我现在不知道要不要领这笔钱 一个退休人员 我是觉得说 今天大家会看到政府是 是怎样 是一国三制还是什么制 我搞不清楚啦 你现在用地征收的时候 是军将 就这样就没买买嘛 刚刚尤美渊讲啊 农家子弟喔 这个比较中南期的都农家人啦 所以说他卖土地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 所以买卖的状况比较少 实力比较少 那你现在地价 要调高的时候 只要我们今天所有的地价评议委员会 属于政策的配合中央的政策 就把它调高到百分之三十一 那你在征收的同时 难道不能提高百分之三十一 这样会違法吗 你们这样定就不違法 征收的时候就是均价 然后不愿意 不愿意帮我们民众多整起一些潜意 我想只要有共识 你只要有一个买卖十六 我不敢叫你说 人一平万八块 我叫你用一万八 你总是调高嘛 你一万五可以吗 可以吧 让我们的农民损失 不要那么多 让他觉得说 我在这边 我有占到一点便宜 现在一点便宜都没有 但是我又要 把我的房子也要拆掉 我的地 你要帮我征收去 现在我讲啊 我现在在讲 就是说 你现在明知 你要跟地震处好好联系啊 你就明知 我们这个台九线 一直要透关到副里 那么这个区段的部分 是不是适度的调高 今天你调高了这个百分之三十一 也能不能在这个地方 再调高一些 让我们的农民有感 让我们的乡亲有感 那我想这个事 我必须要很慎重的 跟我们地震处啊 做这样一个互相探讨 你都可以调高啦 地下委员会平衡 你去调高三十一啦 为什么地下征收的时候 你明知要那个用地要征收的时候 人们也说 既便好好的在那 这个我就觉得 这个政府实在是 很讽刺的一件事情 以上我是跟处长 互相做这样的意见交换 好不好 谢谢 游美议员 借法知识提供哦 在法原法律网平均地权条例 一百年十二月三四 第一张总则 平均地权的实施 以本条例的规定 适用体力法 其他有关法令 本条例所谓的主管机关 在中央为内政部 在直辖市为直辖县市府 在县市为县市政府 有关土地债券 但是中央 固机关为财政 然后规定地价也是一样 本条例的区域内 应该是县 直辖市或县主管 规定划定办理 道请中央核定后 跟其办理 那你地价三年规定一次 重新规定地价者一同 你这个地价 他其实有落实在地方自治啊 怎么没有呢 刚刚他讲的 你们要征收人家的时候 你就没有按照这方法 你们要跟他拿 拿人家土地的时候 你的钱就是很很节俭 然后讲的半天怕你征税 那为了一般公中央规定 你就说中央规定的税很大 我刚本席一直以为说 你有这个诚意要来解决 刚那里记者马上打进来说 你并没有仔细的回答 你就说各地政事务所 我再说一次 地政助长你难道对花莲县的 33万的县民无感吗 12万家 12个家庭 12万的家庭 无感吗 你只要正面回答我 你要不要再检讨这件事 宜蘭是宜蘭的事 宜蘭还有高速公路啊 你对这件事正面回答我 你无感吗 你有感觉到不对劲吗 不要说不对 不对劲好不好 你有对我们中南区 天乡地区所得那么低 他都是老人门口结构的 没有一点感觉吗 你们这时候的土地 是什么样的脸色给我看 有很多的议员看 你们今天整理他的税 是12万户呢 影响12万户的所得 跟每年必须缴纳的税 执法一定啦 起码三年 你地方知识已经告诉你 你是地方政府可以维持 你跟中央可以 抱准 为什么十年跟你调整 现在十年了 你刚才说 我们花园线还是所得很低 我没办法在十年内 照你的速度 打到百分之九十九 你不能这样讲吗 你就是地方政府的代表啊 你还要推哪里去 你这样一涨啊 我们回去给人家骂死了 我家自己都涨半天 还不敢讲 那其他的呢 像老百姓三代都没有 都没有这个卖房子的 也没有卖土地的怎么办 涨价归公司有交易 才有买涨价归公司 是有整个政府的 社会的浮动机制 他的薪水有涨 他才整个会调浮 那台北市涨价关门 像这样什么事啊 处长你不要疑问 很不高兴很不甘孕的样子 你还是希望你笑脸隐人啦 因为你是花园线最高的 我们今天如果没有这个福气也 没办法跟你那么高的对话 老百姓协委 每个都是三四千票 来这边啦 不是闹得然的 请你正面回答我们 有诚意一点 你也不用生气 我不知道你这样生气什么意思 法条读出清楚一点 对老百姓有感觉一点 你就会觉得 我们是你的千里尔跟顺丰远 当你做你的耳目 给你一个资料 你有什么好不高兴 是你决定生死 不是我们耶 那我们要苦苦哀求你 我跪你也没有用啊 要怎么办 要怎么办 今天他不值得再生 我需要跟你对立吗 不只关系到我一家吗 谁要亂戶 连你的同事家里都长了啊 不是吗 意见交换时间 这个主席你也讲讲话吧 这么多议员 为这个事都有那么多的意见啊 各位议员 开会时间已到 那我们是不是请 地震处 会后 就各位议员的问题 做最详细的书面回答 那 处长请回 那我们黄正副议员提案 说要到封滨天空步道考察 明天下午一点半 在大门口集合 要参加的议员 到封滨天空步道 要参加的议员在大门口集合 黄正副议员 对 因为要参加的议员 要参加的议员 要参加的议员 先举手 谢国龙议员 谢国龙议员 张志冠议员 陈一梅议员 黄正副议员 好 那最后最后我跟这个地震处 来调一个资料 因为很多争议点 好像来自于大家 对于这个地价 31%的这个认知 31%应该是 5000多个地段别 他的一个总的平均 得出来的总平均数 有的高有的低 那是不是可以提供我们 个别的 每一个地段别 他的个别 你们应该有个别的涨幅的资料吧 个别的涨幅 比如说某一个 副国段涨多少 然后什么主力段涨多少 有这样的资料的话 请你提供给本席 谢谢 今天上午 提供给本会 今天上午会议结束 大会报告 下午议程分组审查或收集资料 明天上午9点进行 县府地方税务局农业处 工作报告及业务探讨 请相关人员准时出席 上会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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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